第1521章太子路里 小黑龙盘旋在湖面上空 一呼一息之间 如聚精溪水般吞噬漫天凌雾 他一副悠然自得 十分享受的模样 说话的语气也充满欣喜 老季 之前我跟千月交流过 我的情况也跟他一样 不知为何 自从我们突破练魂境之后 就像觉醒血脉 开启灵智和天赋了一样 修炼速度突飞猛进 之前我们一直觉得 可能是凤凰圣星的强大功效 给我们带来这般变化 但是现在 我觉得不仅仅是凤凰圣星的功效 恐怕还有别的原因 听完小黑龙这番话 既天行微笑着解释道 你并非东海蛟龙族 而是真正的神龙 千月也出生不凡 乃是天狐 你们俩都是神兽 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必定能达到神境 达到炼魂境以后 你们才激发了神兽血脉 这才是你们成长的开始 不用太纠结于这件事 努力修炼就行了 等你和千月什么时候 突破圆神境 我们便可以纵横神武大陆 遨游天下了 小黑龙郑重的点点头 硕大的龙眼中露出浓浓的期待之色 老季 我们知道 或许过不了多久 你就要去找云瑶 到时候肯定会遇到许多危险和坎坷 所以我们一直在刻苦修炼 希望将来能帮到你 听到他这番郑重而真诚的话 既天行心中为暖 点点头道 好 我也期待你们能早日变强 与我一起闯荡天下 他又跟小黑龙聊了一阵 才离开五行灵狐 没过多久 他退出见中世界 回到了密室中 继续运功修炼 夜深人静 万籁聚集 高天上挂着一轮明月 洒下皎洁的月光 风神山之巅 宫六国天才们居住的六座宫殿 还亮着点点灯光 白夜宫内 某间幽暗的密室中 正亮着点点五彩眩光 一位身穿黑袍的青年 正坐在一块淋浴制成的葡团上 此人身材挺拔 面若惯玉 一副翩翩贵公子的装束 细致颇为尊贵儒雅 他正是白夜帝国的第一天才 白夜圣帝的第七子 宋詹玉 此时 他双手正握着一块白色的传讯玉剑 闪烁着点点白光 玉剑中记录了白夜圣帝的一道密令 他用神式看完玉领之后 便皱起眉头 目光灼灼地沉思着 两久之后 他才把玉剑收进空间戒指里 面色复杂的您难道 继天行藏天剑 真没想到 明镇天下的第一神剑 竟然在他手中 此人是初云帝国的第一天才 初云大帝竟然没发现他拥有藏天剑 让他来到了浩天塔 难道这就是天意吗 上天注定了 藏天剑不会属于初云帝国 继天行来到浩天塔之后 并未动用过兵器法宝 看来他是有意隐藏藏天剑的存在 若非父皇传来这道御令 我也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 他双目中的金光欲发灵力 暗暗握紧了双拳 自语道 不过 既然我知道了这个秘密 就一定要寻找机会 将藏天剑夺过来 若我能为父皇夺得藏天剑 便有可能帮父皇进接武神进 到时候 父皇便可与太号武神并驾齐驱 我也将成为新的圣地 说到这里 他嘴角勾起一抹似有若无的冷笑 双目中也涌动着丝丝其带之色 不过 他冷静得丝存片刻 嘴角的冷笑就逐渐练去了 可惜 既天行那小子似乎深受小公主殿下的器重和袒护 竟被罚去打扫神书阁半年 这半年时间 恐怕他会一直待在神书阁里 我根本没机会下手 难道 我只有等到半年以后 在神徒考核的时候再下手吗 这可不行 我的尽快想个法子 找机会下手 想到这里 他便皱眉沉思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 这半个月里 既天行一直在神书阁的密室里闭关修炼 没有任何人来打扰他 经过半个月的苦修 他的实力稳步向元神境六重迈进 只可惜藏天九剑的第六招 他还是没能参悟透彻 这天清晨 他结束闭关修炼 走出了密室 他走到大殿的边缘 准备从一排书架上找些古书来看 这时 他的目光透过宽大的窗帘 忽然撇到浩天塔下的广场上 有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正往某座宫殿走去 那是一支约莫200人的仪仗队 有上百名身穿银甲的侍卫 上百名年轻端庄的侍女 赤卫们气势威严 侍女们依美飘飘 捧着各种乐器 跨着百花竹篮 仪仗队的中间 有一座流金相遇的金眼 滑盖当头 四周垂下宝石珠帘 既天行居高临下的俯师那支仪仗队 看不到今年里的人 也猜不出成年之人的身份 但他暗想着 能摆出这么大的排场 还能大张旗鼓进入风神山巅的人 多半来历不凡 难道是太后神主的神子或公主 久久的哥哥姐姐 片刻后 那只仪仗队进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他才收回目光 他刚扭过头 就看到身穿黑袍的二护法 正站在他身边不远处 二护法来得无声无息 仿佛鬼魅一般 黑袍下的一双浑浊双眼 也盯着浩天塔下的广场 目送那只仪仗队进入宫殿 继天行犹豫了一下 才开口问道 二护法 方才那只队伍 是谁的仪仗 二护法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 声音嘶哑平静地道 是千雪帝国的太子 陆离 他也曾是浩天塔的神徒 神功大成之后离开浩天塔 回到千雪帝国被封为太子 每隔三年 他都会回浩天塔一趟 去神殿里朝拜太后神主 不过 他会先在您神殿里住七天 近深沐浴七日之后 才会去神殿朝拜 原来如此 既天行点点头表示明白 二护法露出一抹欣慰的眼神 继续说道 陆离很优秀 他曾无数次来神书阁 废寝旺时的翻阅书籍 还多次向本座请教道典 他是个的才兼备的天才 将来并能继承圣地之位 第1522章 他想干什么 在既天行眼里 二护法就是个神秘兮兮 不尽人情的怪老太婆 可他说起千雪帝国的太子陆离 语气和眼神都温和了许多 竟透露出几分慈祥之意 既天行立刻就看出来了 大概在二护法眼里 只有陆离那种情学好问 专心阅读书籍的青年 才是得才兼备的天才 而像他这种 进入神书个一个多月 只知道看史书传记的人 就是不可雕的朽木 关于这一点 既天行心知肚明 却不屑于争辩什么 那千雪帝国的太子陆离 跟他把杆子打不着 他也不会放在心上 片刻之后 二护法缓缓跺步离去了 既天行也返回逆世里 继续运功修炼 虽然待在神书阁里 日子非常枯燥平淡 但他早就习惯了 反而觉得十分舒适自在 也更方便他修炼和参悟见到 只不过 平静的日子才过了三天 就被人打破了 这天傍晚时 既天行正在密室里运功修炼 忽然 门外传来二护法那低沉的声音 既天行 速速出来 本座有事吩咐 既天行被打断了修炼 不由皱起眉头 慢条丝里地起身 走出了密室 二护法正站在门外 见他出来之后 面无表情地吩咐道 接下来几天 你不用守在神书阁了 去宁神殿里听后拆遣吧 陡然听到这个消息 既天行争了一下 周梅问道 宁神殿 那不是千雪帝国太子站住的地方吗 没错 二护法微微点头 语气淡漠地道 你到宁神殿之后 便要遵从命令 好好侍奉千雪帝国太子 让我去侍奉陆离 既天行的眉头紧锁 双目紧盯着二护法 问道 二护法 这是你的安排 从陆离的遗仗来到封神山 他就一直在好天堂里没出去过 如今二护法突然告诉他 让他去宁神殿侍奉陆离 无论怎么看 这都像是二护法的决定 毕竟他对陆离十分器重 可忌天行心中不满 暗暗想到 别说是千雪帝国的太子 纵然是千雪圣地 也没资格让我去侍奉 把我当仆人了吗 二护法瞥了他一眼 似是看穿了他的想法 与其冰冷地解释道 本座只是通知你一声而已 这并非本座的意思 这是大护法的决定 据说是陆离听了你的事迹 对你很感兴趣 才专门恳求大护法 点名让你去宁神殿 又是大护法 既天行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暗自疑问 这个陆离 只怕不是对我好奇 恐怕别有目的吧 就在他默默私存时 二护法已转身离去 声音威严地道 你如今是戴罪之身 别想违抗大护法的命令 否则罪加一等 速速去宁神殿吧 若你小子够聪明 能轰得陆离开心 或许他能在大护法面前 帮你说上几句好话 说吧 二护法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悄然离去了 既天行贴了撇嘴 暗自冷笑道 哼 区区一个帝国的太子而已 派头倒是不小 我倒想看看 这家伙的葫芦里藏了什么药 他究竟想干什么 随后 他离开神书阁 走出了浩天塔 天色已经昏暗 夜幕将要降临 整座风神山边 都笼罩在一片幽暗之中 许多宫殿都亮着点点灯火 显得十分安静 唯有那座宁神殿 不但亮着绚烂的灯火 宫殿里还住着两百多人 不断有人声和乐声传来 祭天行不紧不慢地跨过广场 走到宁神殿的大门外 把守在宫殿大门外的 除了几名金甲侍卫之外 还有一位身穿蓝袍 头戴宝冠的中年男子 此人的装束打扮 就像是宫殿里的管家 也像是管理内务的执事 看到祭天行到来 蓝袍男子朝他招了招手 面色和蔼的道 敢问阁下 可是祭天行祭公子 祭天行见他的态度有些恭敬 不禁心中疑惑 挑眉问道 你是 蓝袍男子微笑着拱手一礼 道 见过祭公子 在下姓芳 铁为千雪太子的内务总管 随殿下来到封神山 为殿下操持内务 祭天行对他点点头 算是打了声招呼 芳总管颇为精明 看出祭天行性格冷漠 不愿过多交谈 便连忙伸手做了个请的手势 祭公子 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请随在下进入殿内 去见我家太子殿下吧 祭天行瞥了他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进入了宁神殿 不多时 两人便进入了富丽堂皇的代客大厅中 主位的御十大椅上 正坐着个身穿紧袍 头戴龙凤刘金官的英俊青年 此人身材奇长 面貌英俊 细致优雅而不失阳刚之气 当真是个风神如玉的贵族公子 他正坐在椅子上 捧着一卷古书看得入神 眉宇间蕴含一抹思虑之色 两名身穿薄沙长裙 身段窈窕 年轻貌美帝侍女 正依偎在他脚边 温柔地帮他捶腿 一看这幅情景 季天行便猜出来了 此人肯定就是千雪帝国的太子陆离 果然 方总管走到陆离面前鞠躬一礼 并报道 太子殿下 季公子已经请来了 陆离连忙抬起头 放下了手中的古书 满脸欣喜地望向季天行 那两名侍卫非常逝去 向他弯腰行礼之后 便默默地告退了 陆离起身走向季天行 面带微笑地拱手一礼 道这位就是季天行季公子吧 本君陆离 久仰季公子大名 虽然 季天行间陆离如此客气 就猜到此人肯定别有所图 不过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对方如此客气 他也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打了声招呼 陆太子客气了 两人寒暄了几句 便各自落座了 方总管给季天行端来了一杯灵茶 便默默地站在陆离身边 季天行也不跟陆离绕弯子 开门见山地问道 陆太子 我与你素不相识 并无瓜葛 但我却听说 你点名让我来宁神殿侍奉你 能否解释一下原因 第1523章撮合你们 听到季天行这番话 陆离顿时争了一下 他露出一抹自嘲的笑意 连忙解释道 季公子 你误会了 你可是出云帝国第一天才 本君何的何能 敢让你来侍奉 本君只是听人说起一个多月前发生的事 对季公子非常好奇 才恳请大护法下令 邀请你来宁神殿见各面 陆离是千学帝国的太子 就算身份尊贵 也是对千学帝国的人而言 既天行是出云帝国的第一天才 大可不必对他客气神吗 即便陆离的实力已经达到杜杰境 却也不算神吗 有资格进入号天塔的神徒候选者 以后都能达到杜杰境 所以陆离的这番说辞也是合情合理 既天行没有在追问 点点头表示了然 他很清楚 陆离绝不会无缘无故找他 肯定会忍不住说出意图 他什么都不用说 只需静观其便即可 果不其然 陆离收敛了笑意 面色变得正重 他目光灼灼地望着既天行 语气低沉得道 季公子 关于朝拜神主那件事 本君已经了解过前因后果了 本君斟酌了许久 还查过许多古籍和文献 便能断定那件事 肯定是个误会 多半世纪公子的武道天赋出众 在特殊环境之下 才引来天地巨变 只可惜 这种关乎到天机和大道的事 等闲之被怕是不会明白的 陆离的这番话 显然是有意讨好既天行 但他表达的比较含蓄 既不让人反感 还能凸显自己的学识 渊博和稳重 换作普通的天才 心中憋着怨气的情况下 听到他这番话 就会深有同感 甚至隐为知己 然而 陆离遇到的人是纪天行 一个非常特殊的家伙 他瞥了陆离一眼 似笑非笑地道 如此说来 陆太子也觉得大护法愚昧无知 不懂天机变化之理 陆离顿时面色一变 连忙摆手道 纪公子 你又误会了 本君可没有这个意思 在封神山上 竟敢说大护法的坏话 那不是找死吗 纪天行却无所顾忌 眼神玩味地盯着他 追问道 那你是什么意思 陆离也感觉到 既天行不好应付 微微皱起眉头 他私存了一下 才继续说道 本君的意思是 既公子你身为 出云帝国第一天才 天赋出众 不同凡响 本该是风光无限的 奈何 一场误会让你威名受损 还被罚去打扫神书阁 实在是令人惋惜 各国的神徒候选者们 空有青年天才之名 却没有相应的远见主事 竟然还在被地里幸灾乐祸 嘲笑纪公子你 本君得知这些事 心中也颇为不顺意 替纪公子你感到不值啊 他这番话 既能挑起纪天行的怒意 又能让纪天行得到认同感 可谓是深得人心 但纪天行还是一副 平静淡然的模样 慢条思理地喝着茶 说道我本翱翔九天的雄鹰 又岂会在意麻雀的非议 陆离顿时身躯一阵 眼底闪过一抹一样光彩 心中暗暗冷笑道 好狂妄的小子 真是不知廉耻 不过 他表面上却露出满脸敬佩之色 深有同感的道 纪公子高健 说得太对了 这才是绝顶天才的心境啊 接下来 他又以过来人的身份 主动向纪天行 介绍风神山的情况 以及神徒考核 神徒修炼等等事宜 毕竟他在风神山修炼过上百年 达到渡捷径三重以后 才离开风神山回到千雪帝国 纪天行默默地倾听着 导也从他口中的之许多秘密 对神徒和昊天塔的资讯 有了更深的认知 不知不觉 一个时辰过去了 虽然 大部分时间都是陆离在说 纪天行在倾听 但表面上看起来 两人的交谈还算愉快和睦 陆离间时机差不多了 便向纪天行吐露新生 道出了真实意图 纪公子 相信你也明白 风神山骑是一处五道圣地 神徒们交流和进修的地方 绝大多数的神徒 将来都要离开风神山 各自去谋出路 只有个别最顶尖的神徒 或许能得到神主的垂青 提拔到九天上的神国中 似于更加尊贵的身份 但是 这种幸运儿往往要上百年 才出现一两个 几率实在太渺茫了 李如今的处境 只怕有些不妙 不仅很难受到重视 还有可能会遭到排挤和欺压 以纪公子的五道天赋 本不必受这种气 以你的秉性和心气 也不可能承受这种委屈 听陆离说到这里 纪天行就知道 他要进入正题了 他面色平静地望着陆离 挑眉问道 那你的意思是 陆离语气郑重的道 本君与父皇一样 最是重财习财 不忍让明珠蒙尘 所以 本君每隔几年都会来封神山朝拜 想要帮助一些不得知的天才们 让他们重现光彩 将来本君要继承千雪圣地之位 身边定然要有值得信任和重用的人才 继公子 实不相瞒 本君与你一见如故 对你非常欣赏和钦佩 本君以十二分的诚意 邀请你加入我们千雪帝国 只要你肯答应 本君和你以兄弟相衬 绝对把你当成最信任的好兄弟 纪天行挑了挑眉头 沉吟着并未说话 心里确实暗暗发笑 搞了半天 原来这家伙想拉拢我 果然是另有所图 陆离见他莫不作声 便以为他正在犹豫 便继续说道 纪公子 只要你愿意跟随本君 本君绝不亏待你 并然给你最优渥的待遇和修炼资源 让你成为千雪帝国最耀眼的天才强者 不 纪天行挑了挑眉头 语气玩味地道 说起这个 我倒是想起来了 你们千雪帝国的第一天才江宁雪 天赋和实力都比我强 陆太子何不全力栽培他 为何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提起江宁雪 陆离争了一下 旋即露出满脸玩味的笑意 不 原来纪公子早就注意到江宁雪了 那公子觉得江宁雪如何 纪天行面色平静地道 他相貌绝美 细致温婉 武道天赋又如此出众 当然是万中无益的佳人 陆离脸上的笑容顿时绽放开来 与其自信地道 既然纪公子对江宁雪有益 那本君就做个媒 撮合你们二人 如何 第1524章陆离的计划 既天行怎么也没想到 陆离突然说出这句话 他脑海中下意识地冒出了一个念头 美人计妈 看来这家伙的图谋不小 心中这般想着 他面色平静地望着陆离 摇摇头道 陆太子 那江宁雪固然是难得的家人 可感情这种事讲究你情我愿 而且我早已有妻子 一心只牵绊着他 不会再爱上别人 陆离似乎早就料到他会如此回答 微笑着白手道 既公子此言差矣 男子汉大丈夫 哪个不是三妻四妾 连凡俗间的富庶人家 都是妻妾成群 似你这般天之娇子 更应该做永家人无数 才配得上你的天赋与威名麻 至于江宁雪那边 既公子你大可放心 有本君出面说没 江宁雪并然不敢抗命 而且既公子你如此英俊神武 天赋超群 不知多少女子为你清心 没准江宁雪也对你有些好感呢 既天行只是笑了笑 并未多说 见此情景 陆离又继续劝说道 既公子 就算你已有妻子 江宁雪还可以给你做妾啊 只要既公子你点个头 本君马上就照江宁雪来相见 给你们制造机会 你们二人郎才女貌 都是卓越不凡的天才 若能结为道旅 传出去也是一段佳话啊 既天行摆了摆手 郑瑟说道 陆太子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我心意已决 此事不必再提 见他态度坚定地拒绝了 陆离也不觉得尴尬 微笑着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便顺其自然吧 倒是本君无比器重你 实在有些心急了 既天行站了起来 对他拱手道 陆太子 也已深了 若无其他事的话 我便告辞了 陆离点了点头 说道 也好 今晚就谈到这里 既公子早些下去歇息吧 本君已经让方总管 为你安排好住处了 接下来几日 既公子便住在这宁神殿里 等到四天之后 还请既公子随本君一起 前往神殿里朝拜太后神主 既天行顿时一争 正没望向他 问道 陆太子 这是你的决定 还是大护法的意思 陆离露出一丝微笑 解释道 自然是本君的意思 本君知道 之前那件事试读五会 才导致既公子被罚 本君考虑了许久 才做出这个决定 恳请大护法再给你一次机会 大护法看在本君的面子上 同意了这件事 允许你跟着本君再去神殿朝拜一次 只要既公子在神殿中诚心忏悔 便可化解之前的误会 也能缓和你与大护法之间的尴尬 说吧 陆里露出一抹胸有成竹的微笑 双目注视着季天行 他心中暗想着 季天行现在是戴罪之身 不但得罪了大护法 还被各国青年天才们嘲笑 他是个心高气傲之人 怎能忍受这般屈辱 他心里肯定憋了满腹怨气 却又无从化解 本君替他向大护法求情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正好也让他有个台阶可下 他只要不是傻子 就肯定会抓住这次机会 还会对本君心存感激 季天行挑了挑眉头 只是考虑了一下 便点点头道 既然陆太子一番好意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反正大护法将我调到宁神殿来 我又不可能抗命不尊 便只能留在这里 任凭陆太子安排 陆里见他果然同意了 便心中暗喜 连忙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此说定了 方总管 带季公子下去歇息吧 一定要嘱咐下人们 好生伺候季公子 绝对不能怠慢 方总管连忙功身领命 带着季天行离开客厅 往宫殿深处走去 等方总管带着季天行离开之后 陆里仍然站在客厅中 望着大门外的夜幕 他双目中涌动着金光 嘴角挂着一抹似有若无的冷笑 暗自尼南道 哼 这个该死的季天行 果然是个狡猾难缠之辈 难怪王舵主和孙直师的行动会失败 没能夺得藏天剑 还被季天行打成重伤 此子不但实力非凡 还心机深沉 着实不好对付 不过 本军亲自出面 假借朝拜的机会来对付他 倒是胜算十足 如今他已接受本军的示好 本军的第一步计划完成了 接下来几天 本军在趁热打铁 并能成功夺取藏天剑 出到这里 陆里嘴角弧度上扬 冷笑着眯起了双眼 他迈步走出待客大厅 进入防备森严的书房 大约半课中后 方总管去而复返 来到书房中向他复命 启禀殿下 属下已经把季天行安排妥当 他已住下歇息了 陆里满意地点点头 对方总管下令道 立刻找姜宁雪来书房 本军有要事吩咐 方总管到了生遵命 连忙走出书房 执行命令去了 陆里坐在宽大的书案前 端着一杯灵茶细细品尝 等他一杯灵茶喝完了 方总管也把姜宁雪 带到了书房中 方总管很适去地退下 并关上了房门 书房里 仅剩下陆里和姜宁雪两人 陆里坐在玉石大椅上 手里端着玉茶杯 扭头望向姜宁雪 穿着一身雪白长裙的姜宁雪 优雅端庄地站在书房中 双目直视着陆里 他那双清澈如秋水的毛子中 蕴含着一丝浅浅的情意 还有几分欣喜 陆里 你不是让我安心在号天塔修炼 过两年再来看我吗 怎么我才离开两个月 你便来封神山朝拜 毫无疑问 姜宁雪与陆里早就相似 而且关系还不简单 陆里面色平静地点点头 指了指面前的椅子 与其低沉地道 雪儿 此事说来话长 来坐下说话 姜宁雪应了一声 轻宜连播来到书岸面前 姿势端庄地坐下 陆里面色凝重地望着她 叹息一声之后 才开口说道 雪儿 本君也不满你 此次本君来封神山 侍奉了父皇的御令 圣地的御令 姜宁雪蒸了一下 见她面色凝重 便关切地问道 陆里 到底是什么事 竟让你如此忧心忡忡 陆里双目凝视着她 压低声音道 你 可曾听说过藏天剑 第1525章送上门去 藏天剑 姜宁雪顿时焦躯一阵 双目中露出震惊之色 难道你说的是剑神的那把配剑 传说中的天下第一神剑 正是陆里面色正重的点头 江宁雪的翘脸上 布满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一千多年前 剑神只凭一把藏天剑 击败天下群雄 更力压三大五神 此是天下皆知 那剑神和第一神剑的威名 我当然是听说过的 可是 剑神陨落之后 藏天剑不就消失无踪了吗 陆里点点头 解释到 千年之前 藏天剑确实随着剑神陨落而消失了 但是如今 藏天剑重现人间 有个幸运的小子得到那把神剑 来到了浩天塔 那个幸运儿 就是出云帝国的第一天才 即天行 沉默 江宁雪愈发惊讶 双眸中泛着不可置信的神采 就是那个身穿白袍 冷漠孤傲的家伙 他在朝拜仪式上冒犯神主威严 惹得天地巨变 神主降怒 不等他说完 陆里便轻轻摇头道 那件事的具体原因谁也不清楚 但本君估计和藏天剑有关 若非如此 就凭那小子的实力和天赋 凭什么引得天地巨变 至于神主降怒 引起天地巨变和神雷轰杀 更是无稽之谈 江宁雪醋没想了一下 才点头道原来如此 真是不可思议 陆里那圣帝派你来封神山 就是为了藏天剑 没错 陆里再次点头解释道 早在一个多月前 圣帝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派了五盟的王舵主和孙植师两人 潜伏在封神山下 刺激暗杀济天行 抢夺藏天剑 只可惜 他们的行动失败了 还被济天行打成重伤 狼狈逃回了帝国 江宁雪再次被震撼的郊躯一阵 双眸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眼神 这怎么可能 那两人都是杜洁静的强者啊 怎么可能被济天行打伤 我见过济天行 他明明只有原神静武重的实力啊 难道 是藏天剑的威力 打伤了王舵主和孙植师 正是 陆里唯唯汗手 与其凝重的道 藏天剑是天下第一神剑 威力无双 谁若能得到他 便可找到剑神墓 得到剑神的无上绝学和传承 不仅能成为武神强者 甚至还能突破天地桎固 飞升上界 所以 圣地下了死命令 无论如何也要得到藏天剑 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江宁雪目光深邃地望着他 点头道 陆里 我知道你的雄心壮志 也相信你并会成为盖世强者 既然你身负圣地的御令 我定然全力祝你达成心愿 陆里脸上露出一抹感动之色 伸手握着他的白嫩小手 点点头道 雪儿 你的心意本君都明白 若本君能达成心愿 成功得到藏天剑 并可祝福皇突破武神境 成为世间第四大武神 将来 本君也将成为新的圣地 届时本君定不会辜负你的一番情意 江宁雪的绝美翘脸上 泛起了一丝浅浅的红韵 双眼中也涌出一抹感动 金光闪闪 他这幅含羞带雀的模样 更是美的不可放物 令人心醉 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 向陆里问道 那你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我该如何帮你 陆里也恢复常态 郑瑟说道 目前知道消息的 还有白叶帝国的人 他们竟然派出两位使臣 借着进贡藏书的机会暗杀季天行 虽然他们的计划也失败了 但本君相信 白叶帝国的人绝不会放弃 肯定还会想其他办法 所以 我们要速战速决 尽快夺得藏天剑 以免夜长梦多 本君已经向大护法恳求 把季天行调到宁神殿来了 目前他就住在殿内 等这个消息传开后 各国天才们都会明白 本君正在拉拢季天行 季天行也默认接受了 这不但能离间季天行 和出云帝国的关系 也方便本君施展计划 江宁雪点点头道 之前在朝拜仪式上 我已经暗中观察过 出云帝国的天才们 对季天行的态度并不友善 除了一个较英无缺的家伙 跟季天行是朋友 其他人似乎都对他抱有敌意 如今季天行来到宁神殿 出云帝国的人得知消息 肯定会同仇敌开的对付他 陆离笑着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挑拨他和出云帝国的关系 这只是计划的第一步 第二步计划 就是接近季天行 查清楚藏天剑藏在哪里 雪儿 这件事本君需要你帮忙 季天行对你印象颇佳 似乎有些好感 本君就把你安排在他身边 更好接近他 什么 江宁雪当场愣住了 不可置信的瞪大双眼 是神的丁着陆离 他的翘脸变得煞白 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和失望 他似乎不敢相信 他心中那的风度翩翩 温润如玉的太子殿下 竟会说出这种话来 陆离 李明知我的心只属于你 却为了完成圣地的任务 要把我送到别的男人身边 李 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 江宁雪心中充满了羞愤和失望 郊区也速速站斗起来 双眼紧盯着陆离 似乎想把他看穿 陆离也不觉得尴尬 双手紧握着他的柔仪 与其温柔地解释道 雪儿 本君当然不忍心伤害你 更不可能把你拱手送人 但本君这么做 都是为了顾全大局啊 而且 本君已经试探过季天行 虽然此人心机深沉 是个狡猾之辈 但他绝不是为所下流之人 也是堂堂正正的君子 断然不会对你无礼 雪儿 请你为了本君 为了千雪碧谷的未来 暂时委屈一下 陆离目光真诚地望着江宁雪 语气也十分真挚和诚恳 江宁雪沉默地望着他 眼神不停变换着 脑海中也闪过诸多复杂的念头 两久之后 他才露出一抹惨然的冷笑 点点头道 谁让你是我深爱的男人呢 谁让你是圣地之子呢 也罢 我答应你便是了 只要能得到葬天剑 帮你达成心愿 我便是深陷虎口 以色是人 也认命了 第1526章个怀心思 第二天一大早 朝阳刚刚升起 季天行在侍女的服饰下 换上了星辰云文白袍和御冠 洗漱完毕后 他走出了房间 站在门口的屋檐下 打亮宅院里的情况 这是宫殿深处的一座别院 修建的富丽堂皇 环境清幽雅致 各处要到河门口都有侍卫把守 厅堂之内还有十几位年轻貌美帝侍女 陆里还真是有诚意 把我留在宁神殿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肯定还有别的计划和手段吧 季天行心中暗响的 眼底闪过一抹冷笑之色 就在这时 一道清脆悦耳的女子声音 陡然从身旁传来 季公子 怎得如此有雅性 清早起来看日出吗 听到声音 季天行扭头望向右边 便看到一道窈窕聘庭的白裙身影 正站在狼眼下 这时的相貌约莫二十左右的年轻女子 相貌清纯绝美 眉若远山 生着一双碱水秋桶 顾盼流波 她身穿素衙的雪白长裙 头戴淋浴双拆 气质十分端庄灵秀 乃是不可多得的家人 季天行立刻就认出来了 她正是千雪帝国的第一天才 江宁雪 她露出一抹意外之色 挑了挑眉头 问道 江宁雪 你怎么在这里 江宁雪露出一抹奄然浅笑 轻一连步走到她身边 声音温柔地道 季公子忘了吗 我是千雪帝国的子民 如今太子殿下来封神山朝拜 我当然要来给太子殿下请安 在太子殿下离开封神山之前 这几天我便要住在宁神殿里 出来也是凑巧 我的房间就在季公子隔壁 或许这就是缘分吧 缘分 季天行挑了挑眉头 似笑非笑地道 或许是吧 她心中暗暗赋斐 傻子才相信这是缘分 昨夜陆离才说过要撮合我和江宁雪 今天一大早江宁雪就出现在我隔壁的房间 陆离这家伙 竟然做得如此明显 江宁雪见她似乎在走神 便主动说道 季公子 你我都是第一次来封神山 自从咱们到来之后 还未四处走动过 若是季公子不嫌弃 还请公子陪我在这宫中走一走 看看风景 如何 似是怕季天行误会 她又补充解释了一句 早在朝拜仪式上 我便对公子多有关注 且心中好奇 如今总算有机会与公子接触 能当面交谈 也是我的荣幸 美人相邀 我又怎会拒绝 岂不折煞风景 既天行面色平静地点点头 答应了她的请求 于是 两人便并肩而行 在宫中随意漫步 边走边闲聊着 江宁雪的样貌和气质都是绝佳 浑身还有种自然的淡淡清香 说话时也是吐气如蓝 她与季天行紧挨着 犹如情投意合的情侣那般 丝丝缕缕的淡香 不断撩拨着季天行的心 若是换作普通的青年男子 血气方刚之下 定然心愿意马 就算不趁机占便宜 眼神也会不断描向她那 凹凸有致 窈窕恶魔的身段 但既天行一直神色淡然 眼神也颇为清澈 心中并无一丝杂念 很快 一个时辰过去了 既天行和江宁雪 在宁神殿里转了一圈 观赏过两座花园 和一座水晶湖 又回到了居住的别院中 通过这一个时辰的接触 既天行发现了端倪 在她默默思存之际 江宁雪也沉默着不说话 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似乎藏有心事 从江宁雪的神态反应 和一些细节动作上 她能分析出来 江宁雪表面迎合她 主动向她示好 实际上心里有些抗拒 她顿时就明白了 江宁雪肯定不愿意讨好她 却碍于陆离的命令 不得不委屈求全 而且江宁雪是个 端庄优雅的女子 不像陆离那么老奸巨滑 根本藏不住心事和秘密 明白这一点 既天行决定找个机会 进一步试探江宁雪 两人回到别院中 坐在一棵千年古松下歇息 侍女门早就在树下的石桌上 摆满了各种林果 糕点和林茶 供二人享用 江宁雪姿势端庄地坐着 捧着茶杯低头喝茶 既天行皱眉想了一下 顿时有了主意 她望着江宁雪 微笑着道 江小姐 在本届的六国天才中 你是排名前三的绝顶天才 让我十分钦佩 我最近修炼剑法时 遇到了瓶颈和疑惑 始终无法解开 还请江小姐帮我看看 我的剑法出了什么问题 又该如何突破瓶颈 初霸 她也不管江宁雪答不答应 便从空间戒指里取出 一把黑色的宝剑 这把三尺掌的七黑宝剑 造型精致华美 剑柄杵绊绕着一条栩栩如生的黑龙 宝剑散发着极其凌厉的寒意 显然是世间少有的神兵 毕竟 这是小黑龙变化而成的黑龙剑 既天行刚才用神式传音 跟小黑龙沟通过 才确定了这个计划 她手握着黑龙剑 起身走向院子中间 便要施展剑法 一直心不在焉的江宁雪 突然看到她手中的黑龙剑 顿时就精神一震 双眼变得惊亮 她竭力压下心中的激动 故作平静地望向既天行 开口问道 既公子 你手中这把宝剑一看就不是反品 并然是绝世神兵吧 江宁雪的反应 让既天行心中暗笑 愈发确定她的猜测 她对江宁雪点点头 神色傲然地道 那是自然 想要成为剑道强者 必须要有一把不凡的宝剑 而我手中这把宝剑 更是万中无疑的神兵利器 江宁雪见她满腔自傲之色 心中欲发急切 双眼紧盯着黑龙剑 几乎挪不开眼睛 既公子 既然这把宝剑如此不凡 定然有个响亮的名字吧 听到这个问题 既天行顿时皱起眉头 表情有些古怪地点头道 名字当然有 不过谈不上响亮 还有些古怪 这把剑竟然叫藏天 这个名字实在有些 哎 当她说出这句话时 脑海中顿时想起了藏天的声音 有些不悦地道 就算你要演戏 也别诋毁我 可以吗 既天行连忙传音劝道 藏天 你安心沉睡休养就好了 别在意这些小事 藏天不说话了 干脆沉睡去了 免得听到更过分的话 第1527章既天行的条件 江宁雪听到藏天二字 却是双眸晶亮 心跳也漏掉了半拍 还好她够冷静和聪明 表面没露出半点异常 表情也一如既往的平静 但既天行故意试探她 一直盯着她的神色变化 当然看出她心潮澎湃 心情颇为激动 江宁雪故作疑惑地想了一下 才开口说道藏天 这个名字确实有些古怪 不过很霸气啊 季公子 能否将你的藏天剑 借给我看一下 表面上看起来 她似乎没听说过藏天剑 只是单纯地感到好奇而已 季天行也不迟疑 毫不犹豫地把剑递给她 她连忙接了过来 双手捧着黑龙剑 目光明亮地仔细观察着 她看得出来 这把宝剑不仅细致精美 还蕴含着几分古仆之意 尤其是那剑柄上的黑龙 更是栩栩如生 仿佛要活过来一般 最重要的是 这把宝剑不同于普通的法宝 它并非死气沉沉的死物 竟然拥有灵魂和神力波动 它就像是一条沉睡的神龙 随时都有可能活过来 撕裂天穷 饱想九天 这种感觉 让江宁雪非常确定 这绝对是一把非同凡响的神剑 与传说中的藏天剑非常符合 过了好一阵 江宁雪仍捧着黑龙剑 翻来覆去的观察 爱不释手 祭天行剑她看了半天 既不说话 也没有归还的意思 便开口问道 江小姐 你怎么了 江宁雪这才回过神来 略尴尬地笑了笑 解释道 祭公子的这把藏天剑 果然是世间罕有的绝世神兵 我长这么大 还从未见过如此有灵性 如此不凡的神剑 心中震惊之下 一时失了神 倒是让祭公子见笑了 祭天行微笑着点了点头 语气玩味地道 既然江小姐如此喜爱这把神剑 那我便忍痛割爱 江宝剑赠予你 如何 江宁雪顿时身躯一阵 笑脸上露出浓浓的喜色 双目精亮地望着祭天行 问道 祭公子 如此神剑 你当真舍得送我 祭天行的笑意欲发完味了 点头道 四江小姐这般家人 我当然舍得 不过 我有个条件 江宁雪心里只想着得到藏天剑 并未察觉到他眼底的信念之意 连忙问道 祭公子有何条件 但说无法 真的 祭天行笑眯眯地望着他 外部走到他身边 俯身贴在他耳旁 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 听到他提出的条件 江宁雪顿时焦躯一阵 身躯僵硬地愣在原地 回过神时 他已羞得满面通红 连白皙的脖子都蒙上一层红韵 身躯也有些颤抖 他低着头不敢看祭天行的眼睛 神色有些慌乱地站起来 连忙把藏天剑还给祭天行 又羞又气地转身走了 祭天行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 脸上的笑意愈发戏虐了 还高声追问道 江小姐 你到底答不答应 你若是想好了 今夜便来我房间 我们再好好谈一谈 江宁雪脚下一个猎妾 差点没撞到梁柱上 链子四周的几个侍女和侍卫们 听到祭天行的声音 都朝他投来古怪的眼神 他顿时羞愤欲绝 加快脚步穿过走廊 好野式地离开了宅院 待他离去之后 祭天行才收起满脸邪魅的笑意 眼神恢复清澈和冷静 哼 既然你不是个阴险善变的女子 又何必帮陆离来试探我 我只是稍加试探 便让你现了原形 陆离的这个美人计 看来是不攻自破啊 祭天行嘴角情着一抹笑意 转身回到房间后 心中又暗暗想到一个关键问题 之前我去山脚下接收贡品 先是白夜帝国的两个使臣袭击我 那两人被我打伤 负伤逃走之后 又冒出两个戴面具的黑衣人 也想抢夺藏天剑 那件事过去没多久 陆离就来封神山朝拜 还让大护法把我调到宁神殿来 陆离竭力拉拢我 为此不惜使出美人计 让江宁雪来接近我 故意向我是好 能让陆离下如此血本 恐怕他所图谋的 也是藏天剑吧 那两个戴面具的黑衣人 难道是千雪帝国的人 之前他一直在怀疑 袭击他的两拨人 是否都是白夜帝国的人 如今陆离对他大献殷勤 这便让他明白了 第二拨黑衣人很有可能是千雪帝国的 想到这里 季天行便暗暗想着 不论陆离有什么阴谋 他都要小心应对 时间又到了深夜 临神殿内的某间书房中 陆离正坐在书案前 一身白裙的江宁雪 就坐在他的对面 正面色平静的汇报消息 陆离 今天我主动接近季天行 与他相处了半日 已经打探到线索了 听到这个消息 陆离顿时一喜 连忙问道 雪儿 你查到什么线索 江宁雪与其欣慰的道 我取得了他的信任 他最近修炼剑法遇到瓶颈 便要施展剑法 让我指点他 他拿出了一把名为藏天的黑色宝剑 我仔细观察过 应该不会有误 陆离双眼中金光闪烁 心情也变得激动和迫切 你能确定那就是藏天剑 真是太好了 常言道 英雄难过美人观 看来还是美人计最有效 雪儿 既然计天行愿意在你面前展示藏天剑 就说明他对你很有好感 非常信任你 你要趁热打铁 想办法把藏天剑弄到手 说到这里 江宁雪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 语气愤恨的道 那家伙说 他愿意把藏天剑送给我 不过他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陆离连忙追问道 你答应了没有 江宁雪面色冰朗 双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怒冲冲地道 那个该死的灯徒子 竟然要让我 让我侍寝陪他睡一晚 陆离顿时面色一致 不悦地皱起了眉头 但他心中却暗想到 该死的小子 表面装成证人君子 实际上却是如此下流 不过 若是能顺利得到藏天剑 让雪儿牺牲一下 也是值得的 第1528章暗潮涌动 虽然 陆离知道江宁雪对他情根深种 以江宁雪的身份加势 相貌气质和天赋资质 对他来说确实是最佳选择 但是 跟天下第一神剑相比 江宁雪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在他心目中 家人角色哪有武道前途重要 江宁雪见他沉默不语 似乎正在权衡考虑着什么 顿时满腔焦急 笑脸上的怒意更甚 陆离 你在想什么 难道你 你想让我答应他的无理条件 江宁雪本以为 陆离也会跟他一样愤怒 断然拒绝这个条件 可陆离的反应 却像是在权衡得失 考虑着要不要答应 这让江宁雪心中 欲发悲愤和失望 清澈双眼中 也逐渐蒙上了一层水雾 陆离回过神来 贴了他一眼 心中暗想到 藏天剑是天下第一神剑 既天行既不是傻子 也不是色迷心窍的灯徒子 怎么可能轻易送出藏天剑 难道他有什么阴谋 或者他根本不懂 藏天剑的价值和意义 想到这里 陆离望向江宁雪 开口安慰道 雪儿 你先别着急 此事还有诸多疑点 既天行拿出的那把黑色宝剑 他自称是藏天剑 你告诉本军那把剑究竟是什么样的 江宁雪争了一下 也想到某种可能 便如是达到 那把宝剑长三尺 宽两寸 通体漆黑冰朗 剑柄上雕刻一条栩栩如生的黑龙 我握着宝剑仔细探查过 宝剑有灵魂 且有强大的神力波动 绝对不是凡品 陆离听完后 却皱起了眉头 那把剑是完整无缺的 剑柄上还雕刻有黑龙 没错 江宁雪点点头 陆离顿时变了脸色 双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雪儿 你被既天行骗了 那根本不是藏天剑 真正的藏天剑 在见神允落时受到重创 已经是残破不全了 凭既天行的实力境界 根本不可能把藏天剑修复完整 而且 藏天剑的剑柄上根本没有雕刻黑龙 江宁雪当即气得浑身发抖 面色煞白 更加羞愤欲绝 该死的登徒子 这个卑鄙的混蛋 他竟然用一把假剑冒充藏天剑 还想骗走我的清白 陆离朝他摆了白手 劝说道 雪儿 你不必如此生气 事情不是还没发生吗 江宁雪这才压下满腔恨意和怒气 猝起眉头问道 如果那不是藏天剑 既天行为何要用假剑骗我 陆离眼中涌动着寒光 语气冰冷的道 很显然 既天行已经起了疑心 故意用假剑冒充藏天剑 来试探你的反应 从种种迹象来看 那小子很不简单 他肯定知道藏天剑的价值和意义 已经怀疑我们的动机了 江宁雪露出一抹忧虑之色 问道 那我们怎么办 我还要继续接近他吗 陆离私存了一下 才语气平静的道 你当然要留在宁神殿 继续住在他隔壁 不过你不用主动接近他 顺其自然即可 虽然他已起了疑心 我们暂时无法得到藏天剑 但本军还有后续计划 借着这次朝拜的机会 本军要离间他和初云帝国的关系 竭力拉拢他加入千雪帝国 如果本军的计划成功 能让他离开封神山 那他的生死便由不得他自己了 藏天剑也必然是本军的囊中之物 听了他这番话 江宁雪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在封神山上 陆离不可能用武力抢搏葬天剑 一旦季天行离开封神山 那他就不用遮遮掩掩了 可以不择手段 接下来 两人又商议一些事情 确定了接下来的计划 半课中之后 江宁雪才向陆离告辞 离开了书房 不知不觉 三天过去了 这三天时间 季天行一直在宁神殿的别院里 运功修炼 情况正如他所料 江宁雪依然住在他隔壁的房间 但没有再来找过他 甚至 两人偶尔照面了 江宁雪也会面色冰冷地转身离开 梅雨间还挂着怒意 这个结果 既天行丝毫不觉得意外 毕竟 江宁雪是绅士不凡 才貌双全的佳人 他又不是心机深沉的蛇蝎美人 当然不可能为了一把剑而投怀送抱 天才 当然有天才的尊严和傲气 只不过 相比起宁神殿的安静 六国天才们居住的宫殿里 确实暗流涌动 有些热闹 也不知道是谁放出了消息 在六国天才中流传开来 现在 所有人都知道 既天行投靠了千雪帝国的太子陆离 就住在宁神殿里 陆离也曾是神徒 且深受两位护法和几位神使的器重 每隔几年时间 陆离都会回封神山朝拜 显得颇为尊师重道 对神主的态度也异常虔诚 各国天才们都在议论着 既天行竟能得到陆离的赏识和器重 也算是柳暗花明洗死回生了 就算这小子将来不能成为神徒 也能受到陆离的栽培 在千雪帝国也能混得风生水起 而出云帝国的十几位天才们 对既天行投靠陆离这件事 表现得颇为愤怒和轻孽 在他们看来 既天行本是出云帝国第一天才 之前破坏了朝拜仪式 已经够丢人了 现在他又投入千雪帝国太子的麾下 这简直是恬不知耻 把出云帝国的脸面都丢光了 若非他们不方便前往宁神殿 早就当面斥责既天行了 除了这个消息之外 还有知情人士称 陆离向大护法求了情 让大护法再给既天行一次机会 等七天期限一过 陆离前往神殿朝拜的时候 会带着既天行一起去 只要既天行在神殿上虔诚膜拜 诚心地悔过 便有可能消解大护法的怒气 到时候 陆离再向大护法每言几句 或许既天行的责罚就能免除了 各国天才们得知这个消息 都在暗中非议 只等陆离去神殿朝拜的时候 亲眼看看陆离和既天行 很快 七天期限就到了 今天便是陆离前往神殿朝拜的日子 一大清早 宁神殿里的侍女和侍卫们都忙活起来 人生鼎沸 各国天才们也纷纷赶到神殿外的广场上 等着陆离合计天行的到来 第1529章当众发难 宁神殿里 宽阔的院子里 40多名侍卫和侍女们 排列着整齐的队伍 一容庄重 这些都是从仪仗队里挑选的精英 有资格陪同陆离前往神殿朝拜神主 此外 江宁雪和几位千雪碧谷的天才 也站在队伍的前方 众人站在院子中 安静地等待着 陆离并不在场 此刻正带着方总管 赶往既天行居住的别院 到了别院中 陆离站在院中的古松下等待 方总管走到既天行的房间外 恭敬帝喊道 纪公子 时辰已道 您该陪同太子殿下前往神殿了 房门仍然紧闭着 门内传来既天行的声音 陆太子要去朝拜神主 我这个戴罪之人 就不跟着凑热闹了 以免又闹出什么风波 听到这句话 方总管和陆离两人 顿时都皱起了眉头 陆离挥手示意方总管退下 他亲自开口说道 纪公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之前我们不是已经商定了此事吗 如今时辰到了 你却又不去了 这不是故意让本君难堪吗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房门之鸭一声打开了 既天行迈步走了出来 笑意玩味地望着陆离 解释道 陆太子误会了 我既然早已答应了你 便不会食言 我只是提醒陆太子 这件事最好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 以免到时候再出现什么意外 他和陆离都很清楚 今日知事定会引起六国天才们关注和议论 届时难免会出现什么问题 陆离争了一下 微笑着道 只要纪公子诚心悔过 能有什么意外发生 而且 本君敢邀请纪公子一起去神殿里朝拜 当然早就考虑清楚了 诚心悔过 既天行挑了挑眉头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 别人不知道 他心里确实很清楚 他没有任何过错 为何要去神殿里忏悔 他本就无过 又何来的悔过自心 他之所以答应陆离 一起去神殿里朝拜神主 便是存了别的心思和目的 自从天地聚变 神雷轰杀那见识之后 他心中一直存着许多疑惑 他琢磨了很久都没想明白 为何他进入神殿 看到太号神主的雕像 灵魂中就会浮现出见 神与太号武神切磋的画面 为何大护法将他拴在石柱上执行边形 整座风神山都天地动摇 甚至还有神雷轰杀 到底是因为藏天剑 还是因为他长得像剑神 又或者是 因为他体内有座剑神木 他一直想弄清楚 他和剑神之间 究竟有什么渊源 他要再次前往神殿 看看是否还会有天地聚变出现 太号神主的雕像 究竟能否受得起他的朝拜 怀着诸多疑问 纪天行跟随陆离走出别院 抵达前院中 陆离走在对方的最前方 身后紧跟着纪天行 江宁雪和芳总管等人 再往后才是众多侍女和侍卫们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走出宁神殿 往浩天塔下的神殿走去 此时朝阳刚刚升起 但金色的阳光洒落在风神山边 使得所有建筑都金碧辉煌 山边四周的云海 也泛起一片金光 显得十分响锐 这对陆离而言是个好兆头 让他的心情也轻松愉悦 不多时 众人便抵达了神殿外的广场 这座宽阔的广场 当初被天地巨变和神雷摧毁 变成了一片废墟 后来 浩天塔的强者和工匠们 只用一天时间 便让广场恢复原状了 此时此刻 六国的上百名青年天才们 正齐聚在广场上 看到陆离等人踏步行来 众多天才们都抬头张望 眼神复杂地打亮着陆离 和继天行等人 绝大多数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继天行的身上 众人都想看看 这家伙闹出各种风波之后 现在是什么模样 出云帝国的天才们 也紧盯着继天行 露出浓浓的不屑语目意 交头接耳的议论起来 陆离无视了各国天才的围观 率领众人穿过广场 便要进入神殿 大护法和六位神使们 早已在神殿里等着了 只待他到达之后 便可举行仪式 进行朝拜 然而 就在队伍穿过广场时 十几位青年天才 蓝在队伍前方 挡住了陆离等人的去路 这十几位青年天才 赫然是出云帝国的人 为首者正是蓝义清和狂龙二人 陆离顿时停下脚步 有些不悦地皱起了眉头 陈生鹤问道 你们干什么 蓝义清作为出云帝国天才的代表 向前踏出一步 对陆离拱手一礼 解释道 陆太子 我们无意冒犯 也不会阻止你朝拜神主 但是 我们出云帝国出了一个 甜不知耻的叛徒 丢尽了本国的颜面 我们身为出云帝国的子民 绝不能坐视不理 必须拦下这个叛徒 让他给出个合理的解释 蓝义清那冰冷的话语 传遍了整座广场 场中瞬间安静下来 气氛也变得有些沉重和紧张 另外几国的青年天才们 连忙退散到广场两边 一副看好戏的姿态 众人皆知 蓝义清所说的叛徒 指的是纪天行 出云帝国的天才们 这是要对纪天行发难了 众人都眼神玩味地望着纪天行 等着看他如何解释 又如何化解局面 陆离之所以竭力拉拢纪天行 为的就是挑拨他和出云帝国的关系 各国天才们得知的消息 也是他故意让人放出去的 如今 蓝义清等人现身阻拦 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正合他的心意 他心中暗想着 计划很顺利 一切都按照本军的预想发展 既然出云帝国的人当众发难 现在正是本军拉拢纪天行的好机会 想到这里 他面色冰冷地望着蓝义清 冷笑道 呵呵 蓝小姐 东西可以乱吃 话却不能乱说 本军身边的人 都是本军的朋友 以及千雪帝国的子民 何来的叛徒 蓝义清却不跟他扯皮 双目冰冷地盯着纪天行 满脸轻蔑地冷喝道 纪天行 你有胆背叛出云帝国 却没胆量站出来承认吗 难道你要躲在陆离的背后 做个缩头乌龟吗 第1530章戏吐血了 蓝义清的态度十分强硬 话语也十分尖酸恶毒 他很聪明 没有跟陆离争辩 那是浪费时间 他直接点名斥责纪天行 既不会得罪陆离太狠 又能让纪天行陷入极度被动和尴尬之境 只要纪天行还有尊严和人格 就不可能置入网文 必定要挺身而出 各国的青年天才们 都对他刮目相看 心中有了不同的评价 这个女子 竟然如此心机深沉 这下纪天行要难堪了 这个蓝义清果然冷静睿智 手段非常犀利 直指问题核心 难怪纪天行被罚之后 他变成了出云帝国天才的表率 此女不容小觑 以后咱们的多多提防着他 蓝义清见众人都低声议论起来 还对纪天行指指点点 心中不由的暗暗冷笑 哼 纪天行啊 纪天行 你以为棒上路离这棵大树就能翻身了吗 休想 我绝不会让你去神殿里忏悔 改过自新 若是你借此机会讨好大护法 免于责罚 以后又会成为我的绊脚石 他身旁的狂龙和十几位青年天才们 也都面带冷笑 眼神轻蔑地望着纪天行 一时间 纪天行成了众人的焦点 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但他早就料到 蓝义清等人肯定会兴风作浪 所以他早有准备 他神色坦然地走出人群 站在了蓝义清面前 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 我本就不属于任何势力 又何来的背叛 叛徒这个词 你还是留给自己吧 蓝义清和狂龙等人 顿时变了脸色 狠狠皱起眉头 脸上的轻蔑之色更重 好一个不知廉耻的家伙 蓝义清面若寒霜地呵斥道 纪天行 你别忘了 你可是出云帝国的第一天才 现在 你却投靠到千雪帝国太子的麾下 这不是背叛又是什么 纪天行也皱起了眉头 满脸轻蔑地道 蓝义清 你是耳朵聋了 还是脑子进水了 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 你还听不懂吗 虽然 我以出云帝国第一天才的身份 来到号天塔 可我并不是出云帝国的人 我愿意跟谁走在一起 那是我的私事 跟你有一文钱的关系吗 你又是什么东西 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冰冷而威严的声音 传遍了整座广场 各国的天才们 顿时都露出满脸震惊之色 不可置信地望着纪天行 谁也没想到 他竟然放出如此狂妄的话语 还把蓝义清骂得狗血淋头 蓝义清当场就气蒙了 双目怒瞪着他 伸手指着他 连到三个你字 却找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 狂龙和十几位青年天才们 也都满腔愤怒 望向纪天行的目光 几乎要喷出火来 可他们跟蓝义清一样 都亲眼看过纪天行 参加排名战的情景 当时的纪天行 衣着风格与出云帝国子民 截然不同 甚至连话语和口音也十分别扭 大家都心知肚明 纪天行的确不是出云帝国的人 但是蓝义清怒不可遏 阴谋和目的还未达到 岂能就此退让 他指着纪天行 与其冰冷地喝道 纪天行 若不是出云圣帝特殊关照你 你凭什么成为本国第一天才 如今你要投靠千雪帝国 竟然说出如此无情无义的话 出云圣帝绝不会放过你的 狂龙和十几位青年天才们 也连忙点头附和 义愤填膺地咒骂着 济天行面色冰寒地盯着蓝义清 语气轻蔑地呵斥道 我能成为出云帝国第一天才 靠的是实力 我用真材实学 打包了你们这些废物 而不是靠谁的特殊关照 至于出云大帝会不会放过我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代表出云大帝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别对我指手画脚 拿开你的爪子 否则我不介意废了他 如此狂妄的话 当场把蓝义清和狂龙等人气的面色煞白 浑身都速速发抖 他竟敢当着六国天才的面 说出这般嚣张的话 实在太畅狂了 偏偏他声势威严 浑身散发着无比霸道的气息 每句话都如闷雷一般 狠狠阵战着众人的心脏 蓝义清又惊又怒 气得差点吐血 脸色也一片铁青 季天行 你一定会为今日所说的话付出代价 他满脸憎恨地瞪了季天行一眼 丢下一句狠话之后 便扭头离去了 他本想借今天的机会 当众狠狠羞辱季天行 阻止他去神殿炒拜 但他没想到 事情竟变成这个样子 他的计划不但失败了 还被季天行当众痛骂一顿 丢尽了脸面 他越想越羞愤 急怒攻心之下 竟然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 狂龙和众多青年天才们 连忙促勇着他退到广场边缘 开口劝慰他 不过 拦在陆离和季天行面前的 还有一人没离开 他身穿一席白衫 虽是男子 却美艳得如同女子一般 细致也阴柔妩媚 毫无疑问 他正是阴无缺 虽然他刚才也在人群中 但他从始至终都没开口说过话 也不曾诋毁过季天行 此时 他眼神复杂地望着季天行 暗中传音说道 季公子 我也没想到 事情竟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无论如何 我都要提醒你 陆离是心机深沉 阴险狡诈之辈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纵然你一时受困 也不该跟随他 他绝不是个民主 既天行也目光深邃地望着他 暗中传音回道 多谢你的关心和提醒 我之所以这么做 自然有我的原因和计划 而且 我不属于任何势力 也不会投靠任何人的麾下 别说区区一个陆离 就算是千雪圣地在此 也没资格让我俯首称臣 听他如此一说 英无缺眼中的担忧和顾虑才消散 他对季天行唯唯点头 传音说道 本公子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这家伙 还是一如既往的狂妄孤傲 不过 我生于出云帝国 家人亲朋都在出云帝国 所以 我无法站出来支持你 还请你见谅 季天行嘴角上扬一某弧度 传音回道 你有这份心意就够了 第1531章神域降临 英无缺双目清澈地注视着他 嘴角勾起了一某微笑 他与季天行对视了片刻 才转身离去 回到了人群中 蓝义清等人带来的风波 就此被季天行化解了 他所展现出的自信和霸道 也给各国天才们留下深刻印象 又成了众人议论的焦点 陆离看了看季天行 又瞥了一眼广场边缘的蓝义清等人 眼底闪过一某浓浓的失望和轻蔑 他原本还以为 蓝义清等人肯定能让季天行无比难看 陷入十分屈辱的境地 到那时 他在出面解决纠纷 帮季天行化解危机 并能得到季天行的感激 可他完全没想到 季天行只用三言两语就解决了困境 还把蓝义清气的口吐鲜血 差点抱走了 他的计划流产了 心中忍不住暗骂道 出云帝谷的这群废物 真是令本君失望 当然 他表面上还要装作若无其事 带着众人穿过广场 朝神殿里走去 到了神殿大门外 四十多位侍女和侍卫们 全都留在门外 恭敬地跪在狼眼下 他们作为仆人 能来到神殿外 已经是莫大的荣幸 根本没资格进入大殿 跟着陆离进入大殿的 只有继天行 江宁雪和几位千雪帝谷的天才 金碧辉煌的大殿里 大护法站在神主雕像下 六位神使分别站在左右两侧 这次朝拜仪式 跟之前的仪式一样 依然由大护法主持 他手捧着一本神国法典 神色庄重地站在神像下 目光威严地望着陆离等人 陆离带着祭天行等人 走到大殿中间站定 朝大护法和几位神使们 鞠躬一礼 见过大护法 诸位神使大人 祭天行却没什么反应 既不鞠躬也不开口说话 他双眼望着神主 雕像后面的墙壁 观察那些壁画和符号文字 与此同时 他的脑海深处 又情不自禁地冒出一些画面 都是关于太号武神的 那些都是见神的记忆 只是有些零散和破碎 好在 他并没有失神 双眼依旧清澈和平静 大护法见他并未鞠躬行礼 心中有些不悦 眼神也变得冰冷 但他压下心中的不满 并不理会祭天行 在他心目中 祭天行对他不敬没什么 若是对太号神主不敬 那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他手捧着法典 语气庄严地宣布道 本座宣布 朝拜仪式现在开始 然后 他语气肃然地导念 深奥晦涩色的神闻 右手缓缓挥舞 施展神秘的法印 一切无始而生 有始而终 句是无望 皆是无念 随着大护法那庄重的声音 在大殿内响起 陆里面色恭敬的跪下 朝着神主雕像重重地磕头 他的神色和姿态 都异常恭敬和虔诚 磕了三个头之后 他起身往前走了三步 又跪下磕三个头 接下来 他一步一步地走向神主雕像 每三步一跪 每九步一拜 真正是三跪九寇 江宁雪和几位千雪碧谷的天才们 也跟他一样 对神主雕像三跪九寇 神态无比虔诚 唯有记天行 仍然站在大殿中间 既不曾跪下 更不曾磕头 他的尊严和傲气 使他绝不可能像陆里等人一样 对神主雕像叩首膜拜 他只是对着神主雕像弯腰 鞠躬醒了一礼 这已经是他最大的诚意了 大护法正在导念神闻 才念到一半 便看到了赫立基群的记天行 陆里和江宁雪等人都虔诚地跪拜 唯独他身躯鼻挺地站着 实在太鲜艳了 见此情景 大护法顿时停止导念神闻 眉头狠狠皱起 双眼中也涌出了浓浓的怒意 他怎么也没想到 经过上次那件事之后 记天行竟然不常教训 还敢冒犯神主威严 他看在陆里的面子上 才给了记天行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没想到 记天行竟然还是这幅态度 这让他怎能不愤怒 记天行 本做法外开恩 给了你这次机会 让你来神殿朝拜和忏悔 你竟敢不跪拜 大护法双目目视着记天行 语气森冷地呵斥道 几位神使和陆里等人 顿时都被惊醒 其情有头望向记天行 众人紧盯着他 都露出了震惊和疑惑的表情 谁都想不明白 这家伙为何死不悔改 神殿里供奉的雕像 可是至高无上的太号武神啊 这家伙缺心眼吗 为何不肯跪拜神主雕像 若是谁的态度虔诚 没准就能得到神主的亲爱 获得神主的点话和赏赐啊 就在这时 一道突如其来的惊呼声 陡然打破了神殿的宁静 天哪 大家快看 神像上竟然显出神欲了 陡然听到这句话 众人都争了一下 眼神迷茫 没有反应过来 下一刻 众人回过神来 齐齐扭头望向神主雕像 只见 维俄庄严的神主雕像 亮起了璀璨的金光 显得无比神圣 雕像脚下的基座上 有一块两米宽 十米长的白玉石板 也亮起了阴晕的白光 那块玉石板 是基座的一部分 用来装饰和点缀 同时 这块玉石板是通灵的神域 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 就是显现太号神主的神域 当盖世强者或妖孽天才 朝拜神主雕像时 若能得到神主的青睐 玉板上就会亮起光芒 显现出不同的神域 有的神域是点化信徒 有的神域则是下达玉令 近千年以来 只有寥寥几个人 在朝拜神主雕像时 得到了神域 那几个人分别是 几大帝国的圣地 以及当年的大护法 当年大护法也是 冠绝同代的妖孽天才 凭借深渊之体名震天下 他朝拜神主雕像时 得到了神主的青睐 引发神域降临 后来 他被栽培成五圣强者 并深得神主器重 被任命为 号天塔的大护法 而现在 神域再次降临了 大护法和六位神使 陆黎和江宁雪等人 全都露出了 无比兴奋的表情 尤其是陆黎 更是激动的面色涨红 连忙向神主雕像 叩头九次 兴奋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太好了 我每隔两年便来 虔诚地膜拜 神主大人终于感受到 我的诚意 为我降下神域了 第1532章 笑你们无知 所有人都明白 能引起神域降临的人 定然受到了 神主的青睐和关注 这样的人 要么是六大圣地 那样的强者 要么就是绝世天才 将来能成为 圣地级的强者 而今天 是陆黎朝拜神主的日子 他不但对神主无比虔诚 也是天赋杰出的武道天才 几乎所有人都认定 这道神域就是神主赐给陆黎的 几位神使们 都满脸欣慰地望着陆黎 其其为他鼓掌叫好 太好了 陆黎的虔诚敬意 终于打动了神主大人 这几十年来 咱们亲眼看着 陆黎每隔两年就回来朝拜神主 感谢神主的栽培之恩 这是他应得的 当年陆黎还是神徒的时候 我们就一致看好他 认定他将来必有大成就 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是啊 神主大人能降下神域 这就是对陆黎的认可啊 大护法也满脸欣慰和高兴 甚至忘了寄天行对神主不敬的事 他目光灼灼地望着陆黎 满腔感慨地道 陆黎 你的天赋资质 还有你对神主大人的虔诚 本座一直看在眼里 也十分认同 如今你终于得到了神主的青睐 引得神域降临 也算是修成正过了 本座也为你感到高兴 与有荣焉 陆黎成了全场的焦点 受到大护法和几位神使的夸赞 早就兴奋的血流加速 心脏狂跳了 这一天 他等待了几十上百年 为了得到神主的青睐 他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如今他的心愿终于达成了 心中充满狂喜和激动 差点没跳起来 但他竭力压下满腔冲动 依旧保持谦逊有理的姿态 对大护法和几位神使们行礼 说着冠冕堂皇的感谢之词 江宁雪和几位千雪帝国天才们 都满脸崇拜的望着陆黎 心中充满了羡慕和敬仰 对他们而言 这一切都是梦幻的 遥不可及的 陆黎能得到神主的认可 他们也为之兴奋和自豪 然而 就在众人满腔激动 一派狂欢之际 一道充满疑惑的声音 再次在大殿中响起 咦 神主大人的这道神域 怎么有些古怪 大殿里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收敛了笑意 扭头望向零到一 方才就是他最先发现神域降临的 现在又是他 仔细观察过神域之后 发出了疑问 众人都望向神像基座的玉石板 只见那白光阴晕的玉石板上 赫然显现着两行金灿灿的大四 初入封神帝 九霄神雷急 他日风云起 一剑破天机 千古岁月了无痕 世事轮回又一记 至今由思九天外 掌灭星河断时空 之前众人看到玉板上白光闪烁 只知道神主的神域降临 便为此而欢呼雀跃 谁也没有仔细看神域的内容 如今 众人紧盯着那两行大四 默默悼念两三遍之后 都疑惑地皱起眉头 不仅大护法和六位神使觉得奇怪 就连江宁雪和几位千雪帝国的天才 也露出了狐疑之色 偷偷观察陆离的表情 陆离双目紧盯着那两行金字 满腔兴奋和狂喜之色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满腔疑惑 还有些失落和不甘 紧抿着嘴唇没说话 谁都看得出来 那神域的开头第一句话 就把陆离排除在外了 出入封神帝 九霄神雷集 这分明表示 神主青睞的那个人 是出入封神山 而且还引动了九霄神雷 他日风云起 一剑破天机 这寓意着神主非常看好死人 天赋杰出 潜力无限 将来定能成为盖世强者 一剑斩破天机 至于第二段话 众人却是看不懂了 比如千古岁月轮回 又一记九天外 和灭星河 断时空等字词 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神主的这道神域 确实有些古怪 不知道指的是谁 大护法 六位神使和陆离等人 全都沉默了 疑惑地皱眉议论着 大殿之内 唯独祭天行一人 暗暗思存片刻之后 忽然露出了满脸微笑 他双手赋于身后 目光灼灼地望着神主雕像 心中呢难道 看来之前的天地巨变和神雷轰急 并不是偶然 太号武神已经感应到我的存在 还把我当成了剑神 才会降下这道神域 千古岁月了无痕 世事轮回又一记 至今由思九天外 掌灭星河断时空 太号武神的这番话 说的不就是剑神吗 又或者 他故意说出这番话 想试探我是不是剑神轮回转世而来 想到这里 他终于明白了之前那场风波的原因 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大护法正在和六位神使们传音议论 分析这道神域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的目光忽然撇到济天行 见济天行一副笑盈盈的模样 顿时就皱起眉头 沉声喝道 济天行 你在笑什么 这里是神圣庄严的神殿 你竟敢对神主不敬 冰冷的怒喝声 打断了众人的思绪 众人的目光 又聚集在济天行身上 济天行却不收敛 反而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语气玩味地道 我笑某些人自以为是 曲解神主的神欲 闹出这般笑话 才是对神主的大不敬吧 大护法顿时被他噎得不轻 老脸有些泛红 但他保持神色威严 贺问道 神主大人的神欲 自然是高深莫测 暗含天机的 我等凡俗之辈一时不能领会 也是正常 何来的闹笑话之说 济天行凝视着他 轻笑道 还未看清神欲 厌满堂喝彩 一派狂欢 无视笑话是什么 大护法和几位神使们 顿时被奉辞的面色通红 既尴尬又惭愧 陆离和江宁学等人 更是满腔羞愤 恨不得找各地缝钻进去 济天行见大护法无言以对 又接着说道 那道神欲真的很难理解吗 我看未必 出入封神地 九霄神雷吉 呵呵 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眼神扫过大护法和几位神使 转身便往大殿外走去 众人望着他的背影 忽然想到了什么 全都面色俱变 林道仪更是发出不可置信的惊呼 我明白了 这道神欲 说的就是济天行啊 就是他出入封神山 引来了天地巨变和神雷轰吉 第1533章太讽刺了 哪怕林道一不提醒 在场的大多数人 也猜到了答案 神主的那道神欲 绝不是赐给陆离的 说的正是济天行 毕竟 神欲中有一句出入封神山 九霄神雷吉 引号惊叹号 放言古今千年 能惹出这般动静的人 只有济天行一个 只是 众人的潜意识里 都认定济天行冒犯过神主威严 他现在还是戴罪之身 怎么可能得到神主的神欲 当神欲降临时 众人第一反应就是陆离 根本不会考虑济天行 这简直太荒唐了 可神欲还清晰呈现在欲版上 谁又敢质疑神主的欲试 大护法和几位神使的表情 都变得十分复杂 在此之前 他们都未把济天行放在眼里 甚至有些厌恶和痛恨他 论实力 这家伙排不进前五 论天赋资质 这家伙也普普通通 偏偏这家伙嚣张狂妄 引发天地巨变 使得风神山地洞山摇 差点酿成大祸 若不是久久出面袒护他 大护法早就把他逐出浩天塔了 可如今 这家伙只是对神主雕像鞠躬一败 就得到了神主的青睐 还献出了神欲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 太梦幻了 几位神使盯着神欲 还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讨论神欲的含义 大护法却皱起眉头 脑海中正闪过各种念头 难怪久久殿下会袒护济天行 肯定是小殿下早就看出此字的不凡 会受到神主的青睐 之前本作还打算 以后找机会把他逐出风神山 以免他再霍乱圣地 没想到他却得到了神主的关注和青睐 看来本作不仅不能驱逐他 还要对他更加器重和栽培 哀 想到这里 大护法心中重重地叹息一声 只觉得非常糟心 济天行嚣张狂妄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却要遵照神主的预示 竭力栽培济天行 这让他怎么不憋屈 陆黎的脸色无比难看 心中充满了羞愤 他双全暗暗握紧 眼底涌动着浓浓的怒火 原本 今天是他最风光 最荣耀的一天 如果没有济天行 他将成为寥寥几个能得到神域的幸运儿 将来的成就和地位 不比六大胜必差 可现在 风光和荣耀都是济天行的 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济天行 李这个该死的畜生 本君一定要杀了你 把你碎尸万段 无与伦比的屈辱和愤怒 让他下定了决心 只要得到机会 并要让济天行死无葬身之地 与此同时 神殿外的广场上 各国天才门并未离去 正聚集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下 神色激动地议论着 就在方才 那块高达百丈的黑色石碑 亮起了耀眼的白光 显现出两型金灿灿的大字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众人都露出满腔震惊之色 只觉得不可思议 有些见多是广的天才 立刻就明白了金光大色的意义 发出兴奋激动的欢呼声 天哪 竟然有神域降临了 太不可思议了 陆离今日朝拜神主 竟然得到了神主青睐 降下了神域 几个青年天才的惊呼和呐喊声 立刻传遍了广场 一时激起千层浪 各国天才们立刻就明白了 那巨大石碑上的金光大字 便是传说中的神域 所有人都蜂拥而至 围在石碑下 仰望着金灿灿的神域 发出声声惊呼和议论 太不可思议了 我竟然有幸亲眼见到神域降临 很早之前我就听说过 只有各国大地和当年的大护法 朝拜神主时得到了神域 没想到陆离竟然也得到了 我曾经在书中看过 近千年来 只有四个人在神殿里朝拜时 引来了神域降临 陆离曾经是神徒 也是天父杰出的武道天才 每隔几年都要来神殿里朝拜 肯定是他的虔诚膜拜打动了神主 神主采取了爱才之心 为他降下神域 这下陆离要扬名天下 威震六国了 他能得到神主的青睐 将来的成就必定不雅于各国圣地啊 每个人的脸上 都写满了兴奋与激动 还有浓浓的羡慕和嫉妒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忽然有人发出一声惊呼 大家快看 那家伙怎么就出来了 许多青年天才们 都扭头望向神殿的大门口 只见 一道英俊挺拔的白袍身影 正从神殿里走出来 众人对他并不陌生 立刻就认出来 他正是济天行 顿时 各国天才们的目光 都聚集在他身上 露出了玩味和戏虐的冷笑 奇怪 朝拜仪式还没结束 这小子怎么就提前出来了 哼 朝拜没结束 他就敢贸然离开 这是对神主的大不敬 济天行真是死不悔改啊 上次闹出那么大的风波 今天他又对神主不敬 恐怕他很快就要被逐出号天塔了 陆离带着他一起去朝拜神主 结果陆离得到了神谕 他却提前离开了 人和人的差距怎就如此大 陆离是翱翔九天的真龙 这小子就是泥地中的爬虫啊 他算什么东西 也配合陆离相提并论 各国天才们肆无忌惮地议论着 都是一副幸灾乐祸的姿态 毫不顾忌地哄笑着 人群中的蓝一青 狂龙和初云帝国天才们 更是双目紧盯着际天行 露出十分解恨的畅快笑容 哈哈哈哈 际天行肯定是被轰出来了 没错 他对神主大不敬 根本没资格进入神殿里参拜 被赶出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笑这家伙还想抱陆离的大腿 结果陆离得到神谕 一飞冲天 他却会溜溜地逃出来 太讽刺了 看到济天行出现 在场的所有人中 就处出云帝国的人最高兴 对他们而言 济天行越是屈辱 他们就愈发解气 短短实习之后 济天行便穿过广场 来到了众人的面前 他瞥了一眼石碑上的神谕 本想就此离开 回到浩天塔去 然而 各国天才们却毫不避讳地哄笑起来 满脸轻蔑地议论他 蓝一青和狂龙等人 还拦住了他的去路 趾高气昂地俯视着他 第1534章无法无天 今天 出云帝国的青年天才们 本就是为了羞辱济天行而来 之前蓝一青带领众人 阻拦济天行去神殿朝拜 反被济天行气得吐血 现在济天行被轰出神殿 他又怎会放过这个羞辱济天行的机会 十几个青年天才们一字排开 蓝在济天行的面前 济天行停下脚步 面无表情地望着蓝一青等人 与其冰冷地道 好狗不挡道 事象地赶紧滚 他一张口 就把蓝一青等人气得脸色铁青 双目中狂涌目火 蓝一青露出满脸冷笑 与其轻蔑地道 济天行 赤道如今 你还敢如此嚣张 真是不知死活 狂龙也咧了咧嘴 戏虐地冷笑道 呵呵 你恬不知耻地背叛本国 想巴结千雪帝国的陆离 甘愿当人家的走狗 结果呢 人家朝拜神主 得到了神主的青睐 降下神欲 而你这条走狗 却被赶出神殿 连朝拜神主的资格都没有 济天行的目光顿时变得森寒 眼底涌现出了灵力的寒光 他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 目光扫过狂龙 蓝意清河出云帝国的天才门 语气低沉地道 你们以为 神主的神欲是赐给陆离的 而我是被轰出神殿的 所以 你们这群跳梁小丑 迫不及待地跳出来 想要羞辱我 十几位青年天才门 顿时露出了轻蔑的冷笑 当然 羞辱的就是你这个叛徒 哈哈 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继天行 你已经被我们出云帝国除名了 你不配为本国的子民 叛徒 还不跪下认罪 出云帝国的天才门人多是众 而继天行又被赶出神殿 如此情况下 众天才门自然是气眼嚣张 势必要趁机羞辱他 当着六国天才的面 狠狠践踏他的尊严 继天行却忽然笑了 气急而笑 他浑身勃发出冲天的战役 强大无匹的气势 如无形的山岳一般 朝众人镇压而去 就凭你们这群跳梁小丑 也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之前我就警告过你们了 既然你们执意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他气势霸道地怒喝一声 浑身亮起冲天的金光 身躯也陡然增长到三丈多高 变成一尊伟岸的巨人 全都给我趴下 幕后声中 他猛然挥动双掌 狠狠拍向面前的三个青年天才 秦天长 那三人正满脸冷笑地嘲讽他 冷不防两道金光剧长从天而降 吸着毁天灭地的力量拍杀下来 三人顿时身躯一僵 双眼瞪大 露出无比惊恐的表情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既天行竟然如此嚣张 一言不合就动手 那金光剧长的威力太恐怖 拍杀的速度也快到极点 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被金光剧长拍中了 喷喷 震耳欲聋的闷响声 陡然在广场上爆响 坚硬结实的石板地面 当场被轰出两道巨坑 那三个出云帝国的青年天才 都满身是血的趴在废墟中 已经昏过去了 突如其来的巨变 让广场上的所有人都傻眼了 各国天才们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满脸诧异地望着寄天行 发出声声惊呼 天啊 这家伙疯了吗 他要跟十几个出云帝国的天才为敌 他竟敢在神殿外出手打伤其他天才 真是无法无天啊 这小子完了 无论是谁 都不敢在封神山上造刺 他死定了 嘿嘿 出云帝国的人竟然内讧 还在神殿外大打出手 真是可笑啊 各国的青年天才们 连忙退到广场边缘 好整以侠的观战 一副看好戏的姿态 人群中的宋专玉 目光深邃地盯着寄天行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哼 这家伙果然够狂 竟然在众目睽睽下出手 一人迎战十几个青年天才 如此也好 我正好看看他的实力底细 或许 他还会动用那把传说中的藏天剑 与此同时 惊骇莫名的蓝翼清和狂龙等人 终于回过神来 他们望着面前的深坑 看了看趴在坑底的三个同伴 顿时都怒不可遏 愤怒地咆哮起来 寄天行 你好大的狗胆 竟敢在神殿外出手 你这个吃里爬外的走狗 竟然对本国的同胞出手 你丧尽天良 寄天行 别怪我们人多欺负你 今天我们要为出云帝国清理门户 狠狠教训你这的狗贼 蓝翼清和狂龙等人 先是满腔震惊和愤怒 冷静下来之后 心底却涌出浓浓的狂喜 所有人都看到了 是寄天行先出手打人 他们在联手反击 把寄天行打个半死 废掉他的毕生修为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肯定不会受到惩罚 这是他们报仇血恨 毁掉寄天行的绝佳机会 想到这里 蓝翼清和狂龙等人 纷纷施展秘法 倾尽全力地攻向寄天行 寄天行却怡然无惧 满脸轻蔑地冷笑道 一群废物 说打你们就打你们 难道还要挑时间吗 一边说着 他再次挥动双拳 使出一记绝招 轰向不远处的两个青年天才 翠心拳 那两人是狂龙的勇盾 一直跟在狂龙身边 叫嚣得十分厉害 刚才一直在咒骂他 不过 那两人只有 原神尽四重的实力 还不等他们出手抵挡 两团璀璨的金色全盲 便狠狠轰中了他俩 砰砰 随着两声温响爆出 两人都被轰得抛飞出去 蹊跷喷血地跌落在千丈之外 两人砸在广场边缘 落地之后就陷入昏迷中 再也没能爬起来 这时 蓝以青狂龙和六个青年天才们 纷纷释放出威力强大的绝学 对济天行展开围攻 颜色各异的火柱 冰刀和剑芒 还有扑天盖地的法术光芒 从天而降地照向济天行 方圆千丈范围 顿时化作一片五彩绚烂的世界 济天行的身影 立刻就要被各种法术攻击淹没了 围急关头 济天行以一笛疤 却也怡然无惧 他背后金光一闪 便献出一双金色羽翼 双翼瞬间合拢 将自身保护起来 第1535章叫他们做人 砰砰砰砰砰 轰隆隆 扑天盖地的法术攻击 狠狠轰中计天行 淹没了金色双翼 震耳欲聋的聚响声爆出 响彻天穷 传遍整座风神山 那一杀 蓝翼清和狂龙等人 都露出了得尘的冷笑之色 嘴角挂着冰冷的凝笑 各国天才们也露出复杂的表情 有人为此感到惯惜 还有人幸灾乐祸 绝大多数人都认定 凭济天行的实力 绝不可能挡住 八位天才的联手攻击 别说他只有元神近五众实力 就算是元神六众的天才 也要被当场轰杀 然而 荡库天盖地的绚烂光滑散去之后 众人看清场中的情景 顿时就惊呆了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只见 方圆千丈的广场地面 变成了支离破碎的废墟 现出几道巨大的深坑 周围布满了蜘蛛网一般的裂缝 而继天行 毫发无伤地站在深坑上方 他脚踏天空 身躯傲然挺拔 背后一双宽大的金色羽翼 在阳光下绽放着神圣光滑 这一刻的他 犹如神明般神圣威严 眼神冰冷的俯视狂龙等人 浑身散发着悲逆天下的霸气 众人愣愣了两久 才逐渐回过神来 又爆发出一阵惊呼声 蓝意清和狂龙等人 也是满脸金蓉 被震撼的心脏狂跳 这怎么可能 他竟然毫发无伤 该死的混蛋 短短两个月时间 他比之前更强大了 我们已经与他决裂了 无论如何今天都要把他废了 否则后患无穷 八位天才们暗中传音 互相交换了眼神 都达成了共识 一起上 速战速决 随着几声逼喝响起 八位天才们再次出手 全力围攻济天行 济天行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毫不犹豫地挥舞双掌 爆发时成功力 使出了绝学杀招 秦天长 翠心拳 他左手拍出金光剧长 右手打出山岳般的金色拳盲 轰向几位青年天才 砰砰砰 又是一连串的闷响声爆出 四个青年天才被金光剧长和拳盲轰飞 口吐鲜血地抛飞出去 砸在广场上 这四人和之前那五人一样 都扛不住他一招 当场就被打成重伤 如此强悍无敌的实力 让各国天才们都震惊莫名 露出浓浓的惊骇之色 接下来 翠天行施展神隐部 保持隐身状态 小然冲到两个青年天才的身边 砰砰 他一拳一掌 便把两个青年天才打飞 别落在广场的角落 两人的胸腹都凹陷下去 口鼻中狂喷鲜血 落地后挣扎了好几下 都没能爬起来 至此 他已经干脆利落地打爆了11个青年天才 仅剩下蓝翼青河狂龙 还在施展绝学 与他纠缠厮杀着 只剩你们两了 虽然你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但我不介意再蹂躏你们一次 济天行浑身散发着强悍的霸气 与其威严的低喝一声 一边说着 他就要施展秘法 狠虐蓝翼青河狂龙 但就在这时 一道声如红中的怒喝声 陡然在广场上空乍响 助手 众人齐齐扭头望去 便看到神殿的大门口 陆续走出十几位强者 为手者正视大护法 面色森冷地飞过天空 来到广场上空 六位神使紧跟在他身后 也快速赶到广场中 走在最后方的 赫然是陆离江宁雪和几个千雪帝国的天才 显然 方才的打斗动静太大 惊动了大护法和众位神使 广场上立刻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闭口不言 望向祭天行和大护法 众人都暗想着 祭天行这下完蛋了 大护法绝不会放过他 果然 大护法面色威严地望着祭天行 陈生贺问道 祭天行 你们竟然藐视浩天塔的律法 在神殿外大打出手 该当何罪 大家本以为 大护法肯定会给祭天行 扣一个冒犯神主威严的罪名 可大护法并未提到神主 只说他藐视浩天塔的律法 这就让各国天才们有些疑惑 隐隐觉得不太对劲 祭天行念无表情地 瞥了大护法一眼 陈生道 大护法 我建议你在定罪之前 先调查清楚事实 大护法顿时一致 想起之前种种 顿时心中有些忌惮 他皱了皱眉头 陈生道 好 本作秉公执法 绝不冤枉谁 但也不会偏袒谁 现在 那你告诉本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祭天行贴了一眼蓝意清和狂龙 语气淡然地道 一群乱咬人的疯狗 当我去路 还想仗着人多事重欺辱我 既然如此 我只能叫他们做人 此言一出 各国天才们纷纷倒吸凉气 露出满脸震惊与诧异之色 我的苍天哪 这家伙简直狂得无法无天了 面对大护法质问 他还不赶紧认罪或辩解 竟然如此狂妄 这不是找死吗 太狂了 这小子本就得罪过大护法一次 现在又是这般恶劣的态度 他彻底没救了 等着瞧吧 他现在狂妄一时 马上就有他哭的时候 蓝义清和狂龙被继天行当众痛骂 都羞愤得速速发抖 狂龙挺身而出 朝大护法鞠躬一礼 解释道 大护法 我们十几位弟子 看不惯继天行的丑恶嘴脸 以及背叛本国的无耻行径 为了维护本国尊严 我们便训斥了他几句 想让他悔过自心 没想到他如此嚣张狂妄 但大包天 竟敢在神殿外大打出手 还将十一位同胞打得重伤昏迷 不等狂龙的话说完 大护法和六位神使都变了脸色 双目中露出浓浓的震惊 大护法目光灼灼地望向几天行 不可置信地问道 记天行 真是你先动手的 没错 记天行不屑于辩解或撒谎 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声 大护法眼中的金光更甚 欲发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一个人对战他们十几个人 正是既天行神色淡然地点了点头 大护法顿时眯了眯眼睛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小子一个人打十几个 自己毫发无伤 却把十一个天才打昏了 之前本作怎么就没发现 他有如此强横的实力 难怪这小子一直嚣张狂妄 眼高于顶 难怪他能引得神主降下神欲 以他原神境武中的实力 能达到如此恐怖的战斗力 的确是千古罕见的天才啊 几位神使们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骇之色 之前他们还在揣摩神欲的意思 现在他们终于能确定了 那道神欲就是给记天行的 狂龙剑大护法和神使们都沉默着 便有些焦急地说道 大护法 记天行对号天塔的律法制若妄文 公然在神殿外大打出手 这是对神主的大不敬 请大护法秉公处理 从众处罚他 第1536章给我跪下 不等狂龙的话说完 大护法就怒喝道 住口 本座执掌号天塔数百年 还是要你来叫妈 弟子不敢 狂龙吓得面色煞白 连忙低头行礼 大护法暗中传音 跟几位神使们商议了片刻 才当众宣布道 封神山乃是五道圣地 并不禁止弟子之间比斗切磋 这件事 是出淫帝国的弟子们 与记天行之间的私人恩怨 号天塔并不插手 但你们不该在广场上当众打斗 有损圣地威严 弟子之间 若有什么矛盾和纠纷 请自行前往五斗台解决 凡参与过打斗的弟子 每人罚去撕过崖面壁十天 以示惩戒 当大护法宣布了处罚结果后 所有人都惊呆了 蓝毅清和狂龙等人 更是脸色难看到极点 差点把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不是吧 这就算惩罚了 大护法向来铁面执法 冷酷无情 怎么处罚得如此温柔 这帮人闹出这么大的风波 竟然只是被罚去面壁十天 大护法何时变得如此怀柔了 这不对吧 记天行先出手打人 怎么惩罚结果跟其他人一样 这哪里是处罚 感觉就像是大护法在偏袒记天行啊 之前记天行还得罪过大护法 他怎么可能袒护记天行 各国的青年天才们 顿时就炸开了锅 满腔震惊和疑惑地议论着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大护法不但没有按规矩惩罚记天行 还把大事化小 不痛不痒地惩罚一下 这简直太反常了 各国天才们都很纳闷 无法理解 只有大护法 记天行 六位神使和陆里等人 才明白真正的原因 陆里站在广场边缘 目光阴沉地盯着记天行 眼底涌动着浓浓的恨意 还有赤裸的嫉妒 蓝毅清和狂龙等人回过神 连忙向大护法喊冤教区 大护法 明明是记天行先闹事啊 请大护法秉公处理 从众惩处记天行 才能服众啊 记天行心狠手辣 打伤了十一位弟子 必须狠狠惩治啊 大护法 记天行之前就在朝拜仪式上冒犯过神主 今日再次亵渎神主的威严 必须将他逐出号天塔 见八位青年天才们都开口抗议 大护法面色冰冷 与其威严必喝道 祝口 本座仁慈 才对你们从轻处罚 你们若是在屋里纠缠 本座便从众惩处你们 至于冒犯神主威严这种话 也是你们有资格说的 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 那石碑上的神域 究竟写着什么 听到这番话 各国天才们都愣了一下 众人齐刷刷的扭头 望向石碑上的金光大字 只要不是傻子 都明白大护法的意思 都能猜到那神域中另有玄机 果然 当众人仔细看过神域之后 都变了脸色 人群中的阴无缺 更是露出满腔震撼之色 不可思议的惊呼道 出入封神山 九霄神雷吉 这 这这说的世纪天行吗 他一句话点出了答案 顿时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差点被吓傻了 尤其是蓝意清和狂龙 更是单若目击 双眼失神地盯着神域 整个人都实话了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我绝不相信这是真的 既天行那的混账 怎么可能得到神域 得到神域的人不是陆离吗 怎么变成了既天行 既天行不是被提前赶出神殿了吗 为何他能引得神域降临 疯了 一定是我们都封了 六国的近百名天才们 全部都震惊得语无伦次 不知所措了 这时 大护法面色威严的高声宣布道 既天行今日朝拜神主 得到神主的青睐 引得神域降临 近两百年来 这是神主首次降下神域 这既是既天行的荣耀 也是整个号天塔的荣誉 值得庆贺 正因如此 本座才对你们法外开恩 从轻处罚 听到大护法的这番话 所有人都恍然大悟 难怪大护法突然改变态度 故意偏袒既天行 一个能得到神主青睐 引动神域降临的人 确实应该得到袒护和器重 但所有人都想不通 既天行不是冒犯过神主威严吗 他怎么可能得到神主的青睐 在场的几十位青年天才 谁都有可能得到神域 唯独既天行不可能得到 可事实就在眼前 大护法和六位神使都如此认为 广场角落的陆里 也是面色难看 满腔失落和修奋的表情 种种迹象表明 那道神圣的神域 正是神主赐给既天行的 广场上人声鼎沸 众人情绪激动地议论着 仍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大护法皱了皱眉头 大袖一挥 下令道 都散了吧 今日之事到此为止 蓝意清和狂龙 满腔愤怒地握紧双拳 恶狠狠地瞪了既天行一眼 纵然他们再怎么不甘心 也不敢违抗大护法的命令 只能强忍着屈辱和怒火 转身离去 但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 在广场上响起 慢着 我让你们走了吗 突如其来的冷和声 镇住了所有人 让整个广场都安静下来 众人的目光都朝既天行望去 露出了惊诧和疑惑之色 蓝意清和狂龙 也忍着满腔怒火 眼神怨毒地盯着他 沉声道 既天行 你想干什么 大护法已经宣布了惩罚结果 你还想怎么样 既天行俯视着二人 面无表情地道 大护法宣布的惩罚结果 我自当遵守 但是 我们之间的私人恩怨还没解决 正好当着所有人的面 我们彻底做得了断 蓝意清和狂龙顿时面色俱变 浑身狂勇杀鸡 既天行 你不要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既天行贴了撇嘴 清灭地冷笑道 方才你们气势汹汹地拦下我 轮番羞辱我的时候 可曾想过欺人太甚 我本不愿理会你们这些跳梁小丑 但你们纠缠不休 我又岂能善罢甘休 你们辱骂我的那些乌言会语 我要让你们全都吞回去 现在你们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自己跪下道歉 要么我把你们打到跪下 第1537章一起上 无比强势霸道的声音 传遍了整座广场 震撼着每个人的心脏 各国天才们都凝望着既天行 露出浓浓的震惊之色 心跳和血流都加速了 这家伙真是敢说啊 这才是真正的无法无天啊 要么自己跪下 要么我把你们打跪 太霸气了 这才是爵士天才该有的傲骨和霸气啊 是啊 连神主都青睐他 为他降下了神域 这等爵士天才岂能受入 你们别忘了 既天行本来就是出云帝谷的第一天才 早就打败过那两人啊 众多天才们议论纷纷 紧盯着蓝意清和狂龙 想看他们如何收场 蓝意清和狂龙差点被气炸了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手脚都速速发抖 两人也是绅士不凡的武道天才 向来心高气傲 这辈子都没受过这等侮辱 狂龙处于暴怒之下 双目闪烁着星红的杀鸡 死死盯着寄天行 声音低沉思雅地喝道 寄天行 你这个混蛋 纵然我狂龙战死 也绝不会向你屈服 就算你得到神域又如何 在我眼里永远都是个屈颜负失的小人 相比之下 蓝意清还算冷静 克制着满腔怒意和杀鸡 他抬头望向大护法 陈生说道 大护法 您看到了 寄天行网顾您的决定 咄咄逼人 大护法皱起了眉头 面无表情地道 本作已经说过了 浩天塔不会插手弟子之间的私人恩怨 不过 本作和六位神使在场 倒是可以做个公正 允许你们决斗 但不能闹出人命 简简单单两句话 就表明了浩天塔的态度 蓝意清彻底绝望了 指望大护法来化解局面 明显是指望不上了 毕竟 得到神域的天才 会受到神主的青睐 将来必定会成为绝世强者 相比起季天行 他和狂龙显得为不足道 大护法能保下他们的小命 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蓝意清眼中的西季之色 一点点退去 最终变成无尽的冷漠和杀机 他不后悔之前的所作所为 只恨当初在出云帝国时 没有亲近蓝家的力量 将季天行扼杀 狂龙率先踏步飞到空中 与季天行像个百丈远 杀气腾腾地对峙着 他身上缠着一条青铜锁链 浑身绽放着暗红血光 释放出强大的气息 季天行 上次我一时大意才输给你 今日 他死死冰着季天行 语气冰冷地滴喝着 但季天行无视了他 伸出一根指头 指向蓝意清 神色淡然地道 你们一起上 我不想浪费时间 此言一出 全场皆惊 好狂妄 好霸道 狂龙直接被无视了 无与伦比的羞辱 让他差点吐血 蓝意清也被祭天行 那极度轻视的态度 刺激的面色铁青 李这该死的混蛋 实在太嚣张了 今天我定要一雪前耻 一边说着 他掌心中蓝光一闪 献出一把晶莹剔透的 冰蓝色宝剑 正是吉兵剑 蓝天繁星 他语气冰冷地滴喝一声 双手打出玄奥结印 操纵纳口级兵剑 刺出360道冰蓝剑芒 杀象祭天行 蓝天剑芒遮蔽天空 好似繁星一般绚烂 威力恐怖的剑芒 散发着极度冰寒的气息 使得方圆2000丈都被冰封 刹那间 祭天行的身影就被300多道剑光笼罩了 他却没有拿出兵器 也不动用原神法相 紧停双拳轰出两道岸金拳芒 碎星拳 他动用了石成功力 凝结的拳芒犹如山岳 威力恐怖至极 通论 那这壁天空的冰蓝剑光 竟被双拳狠狠轰碎 化作无数冰晶碎片 这时 狂龙已经杀到 他挥舞古仆的青铜锁链 踢出19道血色巨剑 狠狠展向祭天行 祭天行再次挥舞双掌 全力拍向漫天剑光 秦天长 两道金光剧长 轰然拍中了血色巨剑 爆出砰砰两道剧响声 那十几道血色巨剑 竟然全部崩溃碎裂了 蓝义清和狂龙的全力攻击 竟被祭天行如此轻易地化解 两人都满腔震惊 双目中露出忧虑之色 各国天才和神使们 都退到了广场边缘 好整以侠的观战 就在这时 祭天行展开了反击 他突然施展神影部 整个人消失在天空中 下一杀 他便出现在狂龙的身侧 狠狠一拳砸在狂龙的脸上 弄插 狂龙始料未及 根本无法躲避 他的左半边脸 当场就凹陷下去 被砸得骨头碎裂 血肉模糊 剧痛之下 他疯狂挥舞青铜锁链 释放两条血色巨龙 杀向祭天行 然而 祭天行的身影瞬间消失 躲过了血龙的轰沙 那两条血龙飞过广场 眼看着就要轰中神殿 关键时刻 大护法的右手一挥 便把两条血色巨龙 抓在巨掌中 捏成粉碎 那毁天灭地的两条巨龙 在他面前弱小得如同蚯蚓一般 这时 祭天行躲过狂龙和蓝一青的夹击 又鬼魅般出现在狂龙的右侧 砰 又是狠狠一拳 砸在狂龙的右脸上 他的右半张脸顿时稀烂 标剑出鲜血和碎骨 整个人变得面目全非 之前他叫嚣得最厉害 辱骂祭天行是叛徒 走狗填步之耻 而现在 祭天行故意打烂他的整张脸 作为对他嘴见的惩罚 狂龙遭到如此重创 愤怒地暴跳如雷 立刻祭出原神法相 施展绝学杀相祭天行 祭天行却隐身躲开了 神出鬼没地杀到蓝一青身边 还不等蓝一青反应过来 他便一脚横扫出去 正中他的两条膝盖 只听到弄插的碎裂声响起 他的双腿当场被打断 发出一声痛苦的惊呼 接下来 祭天行的身影在广场上空不断穿梭 来回闪现 他每一次出现 都是在蓝一青或狂龙的身边 直接用拳脚给予对方重创 蓝一青和狂龙被打得惨不忍睹 无数骨头和关节都被打碎 浑身布满了血迹 即便他们动用原神法相 施展领域密法 也奈何不得祭天行 当初排名战时 祭天行只有原神近似中 蓝一青还能与他较量一番才落败 而现在 两人加起来也不是祭天行的对手 只能被动挨打 第1538张生不如死 短短百席之后 广场上的战斗便停歇 蓝一青和狂龙都满身是伤 破烂的衣衫被鲜血染红 看起来格外凄惨 狂龙已经面目全非 肉身近乎被摧毁 却还顽强地站在废墟上 没有倒下 蓝一青的膝盖和脚踝都已破碎 根本无法站起来 只能双手拄着急兵剑 单膝跪在地上 两人都在喘息着 竭力运功镇压伤势 他们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再打下去肯定要被毁掉肉身 祭天行以绝对强悍的霸道姿态 将两人打成如此模样 自身却毫发无伤 他站在两人前方摆布外 面色冰冷 目光默然地盯着两人 跪下 道歉 冰冷而威严的声音 在广场上空响起 狠狠震折着蓝一青和狂龙的心神 两人都身躯一颤 浑身迸发出浓浓的怒意 蓝一青的双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 各国天才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 众人都紧盯着蓝一青和狂龙 心中暗暗猜想着 这两人究竟会怎么做 据不认错道歉 那他们肯定会下场七彩 若是真的跪下道歉 那他们的名誉也就毁了 这辈子都无法抬起头做人 以后他们留在风神山 也会一直背负着屈辱 受别人的议论和嘲笑 能化解局面的人 只有大护法和六位神使 偏偏大护法早就表过态 不会插手他们与纪天行的私人恩怨 事到如今 只有他们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纪天行 你休想让我道歉 有种你就杀了我 狂龙耿着脖子 昂起血肉模糊的脑袋 发出一声原神怒吼 蓝一青双手拄着急冰箭 脸色冰冷到极致 双眼锐利地瞪着纪天行 咬牙切齿地道 想让我道歉 除非我死 两人的态度都十分坚定 死也不肯跪下道歉 祭天行早就料到如此 冷笑道 果然是名玩不灵 说罢 他浑身涌出棒驳浩荡的原神威压 朝狂龙和蓝一青镇压而去 无形的巨大压力 犹如万丈山岳从天而降 顿时将两人镇压的身躯寇 深深低下头 蓝一青原本是单膝跪地 双手拄着急兵剑 此刻他被镇压的双膝跪地 身躯弯成弓形 脑袋都快碰到地面了 狂龙原本是站着的 此时也伸身地弯下腰 像是在像继天行鞠躬行礼 他浑身骨骼都发出 弄插弄插的脆响 几乎要崩裂和折断了 可他还顽强支撑着 拼命抵挡镇压力量 怎么也不肯跪下 见此情景 继天行双手一挥 打出玄奥的法印 施展一道秘法 天地法身 随着结印形成 方圆千里的天地之力 都汇聚于他的身上 顿时 他的气势暴涨数倍 整个人也变得更神圣威严 犹如山岳般伟岸 又似神灵般威严 给我跪下 他沉生怒喝 勃发出更加强悍的镇压力量 狠狠拍向蓝一青和狂龙 狂龙徒遭重击 再也无法支撑 两根腿骨瞬间粉碎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那布满碎石的废墟地面 竟被他跪出两道深深的凹陷 几乎吞没了他两条腿 在恐怖的镇压力量下 他的脊梁不断弯曲 头颅一点点探向地面 然后 只听到砰的一声温响 他整颗脑袋都砸进地底 将地面砸出个凹坑 蓝一青的下场也是一样 双膝跪地 被碎石废墟埋没了半边身子 脑袋也砸进地底 被尘土掩埋着 无论他们多么不屈 再怎么愤怒 此刻都被逼得跪下 相继天行叩头谢罪 两人的名誉就此毁了 天才的尊严与傲气 也被践踏得体无完肤 一文不值 六国天才们亲眼目睹这一幕 都感到后背发凉 望相继天行的眼神 充满了忌惮和畏惧 这家伙 好狠辣的手段 虽然 他没有杀蓝一青和狂龙 可是这等羞辱 比杀了他们更恐怖 从今以后 千万不能得罪季天行 否则定会生不如死 一想到这里 那些之前嘲笑过季天行的青年天才们 都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心中充满了担忧 这时 季天行俯视着蓝一青和狂龙 与其淡漠的道 福或无门 为人自照 常入忍者 定然自取其入 以后 不要再招惹我 话音落实 他收回了无形的镇压力量 方圆千丈的天空 顿时得到了解净 蓝一青和狂龙重获自由了 连忙挣扎着从废墟里爬出来 无比狼狈地转身逃走 无与伦比的屈辱 和六国天才们的一轮声 使他俩羞愤地想死 他们一刻都不敢停留 甚至不敢看任何人一眼 只想尽快离开 逃出众人的视线 两人的腿骨都已粉碎 靠着法力支撑 才脚步踉跄地离开广场 失魂落魄地返回出云宫 各国的天才们 望着他两狼狈离去的身影 顿时爆发出一阵 窃窃私语和一论声 这件事就此结束了 大护法挥手下令 派出二十个金甲侍卫 把那些重伤昏迷的 出云帝国天才们扑走 带回出云宫去修养 既天行也不逗留 转身便要离开广场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 陡然在广场上响起 按着 突如其来的冷喝声 让各国天才们都安静下来 就连即将离开的 大护法和六位神使 也都闻声停下脚步 一个身穿暗青色长袍的 高大男子 从大干地骨的人群中走出 在众人的瞩目下 他脚踏天空追上了既天行 与其相隔百步远站定 此人见眉心目 面向堂堂正正 身躯挺拔而高大 浑身散发着强大的气势 眉宇间还有一抹天才的傲气 各国天才们看清他的面容后 顿时就露出了疑惑表情 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这不是大干地骨的第一天才干飞扬吗 他想干什么 他竟然拦下了既天行 难道他要教训纪天行 这不可能吧 干飞扬是大干帝国的人 怎么可能帮出云帝国的人出头 纪天行的实力如此恐怖 把出云帝国的十几个天才都打成重伤 干飞扬还敢挑衅他 第1539章垫脚石 众人都预感到 干飞扬此时站出来 肯定有什么目的 原本打算离去的天才们 纷纷回到广场上 驻足观望着 就连大护法和六位神使们 也露出了疑惑之色 不明白干飞扬想干什么 既天行贴了干飞扬一眼 与其淡默的道 有事 干飞扬双目注视着他 浑身散发着傲然气势 与他针锋相对 丝毫不落下风 既天行 很多人都认为 是你得到了神主的青睐 引来了神域降临 从神域的第一句话来看 也确实有几分道理 但我却不相信 也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不只是我 还有各国的天才们 肯定都不肯相信 干飞扬神色傲然 语气也中气十足 很有气势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各国青年天才们 都发出了一阵议论 确实有接近一半的天才 不肯相信那道神域 是给继天行的 都开口附和干飞扬的话 继天行皱了皱眉头 目光冰冷地望着他 你信或不信 并不重要 不 很重要 干飞扬摇了摇头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语气玩味的道 论武道天赋 你未必有多强 论实力境界 你连前五都排不进 更不如我 包括我在内 至少有五位天才 比你更有资格获得神域 所以呢 既天行挑了挑眉头 语气依旧淡漠 干飞扬浑身勃发出 强烈的战意 双眼紧盯着他 一字一顿地道 所以 我要当众挑战你 我只想让大家看到真相 神主大人的那道神域 绝不是赐给你的 我 比你更有资格地道 神主的青睐 沉闷如雷的声音 在广场上空回荡着 充斥着霸道和自信的气势 各国天才们 立刻明白了干飞扬的目的 都爆发出议论和欢呼声 许多人都为之呐喊叫好 既天行眉头紧锁 目光冰冷地望着他 脑海中正思索着 这个干飞扬 竟是个公于心计的混蛋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 堂堂正正地挑战我 让我不好拒绝 若他当众战胜我 不仅能灭我的威风 掌他的威名 还能让众人质疑 那道神域不是因我而起 之前久久给过他一本名册 上面记载了六国天才的资料 他当然知道 干飞扬是大干帝国的第一天才 此人拥有原神境六众实力 在六国天才中能排名第四 仅次于江宁雪 既天行暗暗私存着 自从我进入风神山 一直没在众人面前出过手 上次朝拜仪式时 我被大护法惩罚 引来各国天才们嘲笑和议论 虽然我刚才打伤了蓝裔青和狂龙等人 吸神域之威振折各国天才 让他们刮目相看 但这还不够 我本就是出云帝国的第一天才 能打败蓝裔青和狂龙野蜀正常 既然甘飞扬主动挑战 那我便借此机会 在当众碾压他 他想踩下我的威名 我便拿他当垫脚石 再次振折各国天才 想到这里 既天行便打定了主意 这时 甘飞扬见他皱眉私存着 一直没说话 便露出了轻蔑的冷笑 既天行 你如此沉默 该不会拒绝我的挑战吧 这不是私人恩怨 只是互相切磋 我们可以去武斗台 请诸位神使督战 大护法顿时横眉 与其威严的冷喝道 甘飞扬 本作方才已经宣布了结果 那道神域是神主赐给既天行的 他就是神域之子 既天行独自迎战出云帝国的十几位弟子 并将对手全部击败 已经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了 而且 他刚刚战斗一场 法力消耗巨大 你怎能趁人之为 在这个时候挑战 虽然大护法所说的这番话 是不偏不倚的公道话 可是许多天才门听了 就觉得这是大护法在偏袒记天行 心里都酸溜溜的 甘飞扬朝大护法拱手一礼 微笑着道 大护法 方才那场战斗 看似精彩绝伦 震撼人心 其实普普通通 出云帝国的十几个废物 弟子也能独自击败他们 出霸 他又望向许天行 与其轻蔑地挑衅道 既然你法力消耗太大 不敢应战 那就改日吧 我给你三天的休养时间 三天之后 我们武斗台上见 不等他说完 许天行就打断了他的话 陈生说道 不用改日 就是现在 就在这里 听到他当场答应了 甘飞扬顿时露出一抹得逞的冷笑 各国的青年天才门 也发出一阵兴奋的欢呼声 露出满脸期待的表情 对众人而言 既天行虐打出云帝国的天才门 看起来嚣张霸道 其实难度并不大 唯有与排名前几的天才强者对决 才能彰显出真正的实力 且更加精彩 更有观赏性 大护法争了一下 众媒望向既天行 暗中传音道 既天行 不要逞强 若你输了 便要影响本作和神域的威信 既天行传音回答他 与其笃定的道 区区一个甘飞扬 不足伪律 他想踩着我上位 就注定要微断角 大护法见他如此自信 便不再多说什么 刷 他挥舞双掌 打出一道龙天照地的七彩光雾 将大半个广场都笼罩了 一道圣级防御大阵立刻形成 把变前广场保护起来 大护法 六位神使和各国天才们 纷纷退到大阵外 只剩继天行和甘飞扬 留在广场上 不论他俩如何厮杀 都不会破坏大阵外的建筑 也不会伤到阵外的人 两人站在废墟般的广场上 目光冷烈地对峙着 暗中积蓄着气势和法力 甘飞扬语气轻蔑地道 真可惜 你刚得到神域 还来不及享受神域带来的荣耀 就要被我踩在脚下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 我比神域之子更加杰出 从今以后 那些本该属于你的荣耀和资源 都会归我 既天行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丝毫不动怒 语气漠然地道 你的算盘打得不错 却注定要落空 沦为又一个跳梁小丑 最多五招之后 你就会明白 你不过是我的一块垫脚石罢了 第一千五百四十张打扶你 只需三招 甘飞扬故意惊怒季天行 影响他的心神和战斗力 可季天行丝毫不受影响 说出如此自信嚣张的话 反而把甘飞扬气得眉头紧皱 面色冰寒 不过 他马上就冷静下来 与其更加狂傲的还击 呵呵呵 成口舌之力又有何用 我早已达到原神境六中 而你只有五中十利 还法力大损 别说我欺负你 我不动用法宝兵器 也能轻易打败你 季天行露出一抹怜悯之色 倾笑道 我却你最好拿出的一法宝 全力以赴 否则 你连三招都撑不过 就要趴下 狂妄 甘飞扬欲发愤怒 双眼中涌出了浓浓的寒光 他不得不承认 论心境他不如 寄天行城的筑气 斗嘴根本斗不过 他索性不再废话 立即直出一杆暗金色的长枪 紧握在双手中 这是一杆长约两米的金色神枪 足有小孩手臂那么粗 向身上雕刻着一条金色盘龙 间隙狭长的菱形枪刃 闪烁着璀璨金光 释放出无比霸道的气息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一口上品源神级法宝 威力非凡 计天行 废话少说 十招之内 我定然让你败于盘龙枪下 甘飞扬气势如红的怒喝一声 浑身涌出冲天火光 双手挥舞盘龙枪 狠狠刺向计天行 天外飞龙 盘龙枪全力一次 绽放出耀眼的红光 竟发出一声高亢的龙影 天空中 立刻凝聚出一条百丈长的火红巨龙 从天而降地俯冲下来 扑向计天行 顿时 整座广场都被耀眼的火光笼罩 变成一片暗红色 恐怖的高温 把空气都灼烧殆尽 使得防御大阵内变成真空地带 计天行置身于火海之中 立刻就要被火红巨龙扑中 围急关头 他不慌不忙地一伸手 掌心中献出一把黑色宝剑 大宝剑漆黑冰朗 剑柄缠绕着一条黑龙 正是小黑龙凝聚而成的黑龙剑 拔剑 寄天行冷喝一声 心神与黑龙剑融合 全力展出一道百丈长的漆黑剑光 哼 震耳欲龙的闷响声中 漆黑巨剑迎面展中了火红巨龙 巨龙顿时崩溃 暴碎成漫天流火 如倾盆大雨洒落在广场上 漆黑巨剑却威力不解 轰然展中了干飞扬 干飞扬反应够快 连忙用盘龙枪挡在身前 再躲过一劫 他被劈得倒飞回去 狠狠砸在防御大阵的光壁上 不等他展开反击 寄天行以施展神影步 出现在他面前 全力劈出了第二剑 破天剑 黑龙剑绽放出冲天金光 凝聚出一道百丈长的金光巨剑 瞬间劈中了干飞扬 通论 又是一声雷霆爆鸣般的巨响 干飞扬再次被巨剑劈飞了 他的法力护盾 身穿的青袍和软甲 都被劈成粉碎 当他从废墟中爬起来时 已经是衣衫褂褛 头发散乱 嘴角还溢出了血迹 见此情景 大护法和六位神使 都露出惊讶的眼神 神色颇有些意外 各国天才们也满腔震惊 发出不可置信的惊呼声 哇 季天行竟然如此强悍 他两才交手两招 干飞扬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了 不应该啊 干飞扬可是能排名第四的天才啊 怎么可能挡不住季天行 看来 我们所有人都小看季天行了 这家伙的真正实力太恐怖了 之前我还不信季天行是神域之子 现在我开始相信了 众人的惊呼和议论声 让干飞扬无比屈辱 刚才他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夸下海口 要当众击败季天行 夺取他的荣誉和修炼资源 现在 他跟季天行交手两招 就被打得狼狈七彩 这太丢人了 悲愤之下 干飞扬双目中狂勇目火 目喝道 原本我以为 八成十例便可击败你 没想到你还有些能耐 既然如此 那就试试我的绝学 一边说着 他双手挥舞盘龙枪 舞出铺天盖地的金光枪影 他身后的天空中 也亮起了耀眼火光 现出一尊百丈高的虚影 那是一头体型如山的烈火神师 正是他的原神法相 天火万龙枪 干飞扬不顾一切的爆发权力 使出了底牌绝学 上万道巨大的金色枪影 遮蔽了广场上空 形成密密麻麻的枪灵 那头烈火神师也挥舞力爪 张开巨口 喷出铺天带地的赤红天火 如洪水般倾泻下来 刷刷刷 无穷无尽的天火 与万道枪影融合 密集如雨的轰相记天形 刹时间 整座广场都被枪影淹没了 场中一片混乱 根本看不清计天形在哪 轰轰轰轰轰 一连串的巨响声爆出 震撼苍穹 整座广场都剧烈摇晃起来 汹涌狂暴的流火和金光 狠狠冲击着防御大阵 幸好大阵是圣级阵法 牢不可破 毁天灭地的冲击波 无法波及到阵外的众人 但是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 全都瞪大眼睛盯着大阵 等待结果 片刻后 这天蔽日的金光和流火消散了 只见 甘飞扬神色傲然地站在天空中 手持盘龙枪 威风凌凌 而在他对面的天空中 既天形也凌空傲立 他不仅安然无恙 满头长发丝毫不乱 白袍依旧如雪 哪怕滔天流火倾泻 万道龙枪轰杀 也伤不到他一根毫毛 甘飞扬当场就傻眼了 双眼瞪的溜圆 内心中充满了惊骇 各国天才们眼目瞪口呆 又发出一阵惊呼声 既天形望着甘飞扬 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冷笑 这就是你的绝招吗 真是令人失望 现在 我让你见识一下 何谓真正的绝学杀招 一边说着 他背后涌出冲天金光 献出一道千丈高的金剑 那正是他的元神法相 他身躯化作滔天烈火 与千丈高的元神金剑合为一体 朱雀圣剑 缭绕着冲天火光与紫色雷霆的巨剑 吸着开天辟地的威势 从天而降的展向干飞扬 扑天盖地的火光与雷霆 竟然凝聚成一道巨大如山的朱雀虚影 整座广场都被火光和雷霆覆盖 空间都为之动乱 这一件的威力 惊天动地 无可匹敌